第七百三十一章 万圣节 斯拉格霍恩的舞会 第一场魁第七比赛之后 万圣节也悄然而至 海格仲在门口地里的南瓜被搬进了霍格沃茨 天知道他做了什么 那些南瓜看上去至少有六英尺高 再给他安私的轮子都能当马车用了 当这些南瓜被送到礼堂之后 麦格教授就负责把他们变成各种形状 比如老鹰 狮子 蛇 欢 又或者一些比较出名的幽灵 再由弗利维教授将他们送到礼堂半空 差点眉头的尼克在他的南瓜雕像旁边风狂摆着造型 让小巫师们拍照留念 喝其怕其的胖修士也乐呵呵笑着 看上去很是满意 不过剩下两个学院就看不到正主幽灵和雕像同框的画面了 血人巴罗对这些不感兴趣 一直都没有出现在礼堂 至于格雷女士 也就是海莲纳拉文克罗 他已经消失很久了 凯尔找过他很多次 还有邓布利多和校长室里的那些画像 他们都快把城堡翻过来了 也没有找到他在哪 后来凯尔慢慢也就放弃了 没办法 连城堡都是人家 罗伊纳拉文克劳夫则创建的 他们如果不想让其他人找到 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嘿 这可真不错 哦 糟糕 康纳突然说到 这个呀 其实你不用太在意的 凯尔小声解释道 弗雷德和乔治对《迷情记》做了一些改良 降低了混淆心智的部分能力 并放大了表现欲 他时间掐得可真准了 凯尔说 怎么了 凯尔看向他 从公共休息室里来到礼堂参加晚宴的米克尔 打量着周围的装饰 说道 可惜 今年没有古怪姐妹或者骷髅舞蹈团的表演 不然就更完美了 他们怎么了 凯尔疑惑道 其实 我对幽灵舞团也挺感兴趣的 凯尔立刻说道 而且 米克尔连走路都能绊住腿 他哪会跳舞啊 听说斯拉格霍恩以私人身份邀请了一支幽灵舞团 我想 他应该很乐意参加这次的万圣节舞会 斯拉格霍恩教授 康纳说 我才想起来 他又组织了一个舞会 就在晚宴结束之后 一个小时前弗洛达纲把勤俭送给我 这股香味也吸引了康纳 他没有在看凯尔 伸手拿了一块烤得金黄的南瓜馅饼 总之 祝你好运 我可不想有一天看到你在餐桌上跳踢踏舞 这个月已经是第五次了 康纳说 凯尔也给自己拿了一块南瓜派 这种不纳膜油腻的口味 他同样也很喜欢 嗯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康纳说 然后不到五分钟我就收到了请柬 什么 他一个月到底要举行几次晚会 既然你这么说 我反正是无所谓的 康纳轻声说道 不过买他的罗米达万尼和安特利亚 似乎是想要把这东西倒进你要喝的南瓜汁里 你以后记得多注意一下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 对不对 有谁会给我用迷情剂呢 这也是没办法的 瑞恩叹了口气 现在大家都忙着躲避十死图呢 没有人愿意大老远跑来霍格沃茨 参加什么万圣节晚宴 寄人来到贺七帕奇餐桌旁坐下 刚好这时候 教授们也从另一边的小门走了进来 可是斯拉格霍恩教授 要求每个人都要提前找好自己的舞伴 康纳说 如果你拒绝的话 我就只能找米克尔 做我的舞伴了 哦 还有你的一份 不过 你当时在图书馆 弗洛达就都给了我 好吧 凯尔有些无语 这次还是用之前的理由拒绝他算了 晚宴结束后 只想回暖和的公共休息室里 消磨时间 哪怕只是坐着发呆 也比去参加什么舞会要好 这次恐怕不行 康纳叹气道 斯内普教授 有事离开学校了 斯拉格霍恩教授 应该是提前收到了消息 他还让弗洛达传话 让我一定要去 啊 瑞恩还真被问住了 但这个问题 他也不知道啊 只能含糊地说道 可能使死图 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吧 不少呢 康纳伸手术道 除了我刚才说的两个 还有帕亚 达林 克瓦尔 而且 这些都是被发现的 至于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更多 你应该知道吧 探测器这种东西 只对黑魔法有作用 而弥勤剂 只是魔药 没有危险 所以 他们就钻了空子 但就像康纳说的 这种东西 只有在万圣节才有 平时餐桌上和南瓜有关的 就只有南瓜汁了 你不知道 康纳看了他一眼 最近 我已经没收了好几瓶弥勤剂了 都是维斯莱把西方的产物 对了 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康纳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记得给弗雷德和乔治 写一封信 让他们别 再把弥勤剂装进 提身药水瓶子里 寄来学校了 这简直就是给我们增加工作量呢 凯尔拿着三明治的手 停在半空 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康纳轻轻择了一声 现在也只能这模解释了 所以 康纳眨了眨眼睛 我能邀请你 一起参加舞会吗 斯内普教授离开学校 和我又没关系 我的借口还能用呢 凯尔挑了挑眉 毕竟魔法部 又不会在万圣节的时候放假 他们会把外包装换成 提身药水的瓶子和标签 以此来躲开费尔奇的检查 斯内普教授离开学校了 当然 效果肯定还是有的 但在被改良过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种 更接近于捉弄人的东西 而且 效果只有十分钟 就算放任不管 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我一直在等这个 在万圣节之外的时候 学校厨房似乎只会把南瓜做成饮料 好在这时候 晚宴开始了 丰盛的食物出现在金色的餐盘上 整个礼堂 瞬间被一股南瓜的香味给填满了 可舞蹈队事都是一群骷髅啊 米克尔有点不理解 难道索命咒还能再杀他们一次吗 康纳说的是两天前 一个格兰芬多的学生 在吃早饭的时候 突然跳上餐桌 给所有人表演了一段别角的踢踏舞 之后经过调查才发现 对方误喝了哈利的南瓜汁 才会变得突然兴奋的 也就是经过那次之后 康纳才注意到了 被伪装成提神药水的迷情剂 一想到当时的场景 凯尔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太过分了 他气愤地说道 弗雷德和乔治 太过分了 他们怎么能给学生 都受迷情剂这重东西呢 简直无耻至极 你放心 我这就写信 严厉地谴责他们这种 投机取巧的行为 并警告他们 以后不许在这磨作了 凯尔甚至都没有等到晚宴结束 直接就在礼堂的餐桌上 写起了信 而这种反常的举动 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看过来 并互相猜测着凯尔在做什么 不过 凯尔对这一切毫不在乎 在写完了给维斯莱兄弟的信后 凯尔还是觉得 不怎么放心 接着又给维斯莱先生 写了一封信 大致内容就是举报 维斯莱笑话商店 违规向霍格沃茨 售卖迷情剂的事情 凯尔用魔杖点了一下 两封信 立刻自动折成了纸飞机 晃晃悠悠地飞出了礼堂 之后 又拐个弯来到了城堡外面 等到了外面之后 一只体型庞大的猫头鹰 突然从近邻方向飞过来 一把抓住两个飘在半空的纸飞机 向着远处飞去 礼堂里 察觉到信已经被送走的凯尔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在这之后 他也没有再喝一口南瓜汁 尤其是别人递过来的 一直到晚宴结束 学生们都起身回公共休息室去了 其中一部分人跑得很快 甚至有些人在晚宴还没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回去了 因为是舞会 他们需要提前换上礼服长袍 这同样也是斯拉格霍恩的要求 尽管穿着校服长袍也能跳舞 但他却想把舞会办得更加正实一些 就像当初三强争霸赛时的舞会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愿去参加之前的晚餐会 也不愿意去什么舞会 康纳看着已经提前换好礼服长袍 像花孔雀一样 站在门厅中间的两个七年吉斯莱特林女生 那重礼服穿上太不舒服了 而且还没有口袋 我的干锅都不知道要装哪 你随身还带着干锅 凯尔转过头 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随身带两瓶魔药 他能理解 但干锅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 是啊 康纳点点头 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一个全头纳膜大的小干锅 只要用灰腹皱 它就能变成正常大小了 康纳继续说道 这是我去年为了完善复苏药剂食养成的习惯 为了能随时验证某些材料的搭配 后来觉得还不错 就一直带住了 行吧 凯尔问道 可你为石膜不把它放进变形吸衣皮带里呢 因为皮带已经装满了呀 康纳理所当然地说道 各种成品膜药 还有草药都不够放呢 哪还有地方装干锅呀 嗯 有道理呀 这时康纳还在思索着 一会儿换上礼服长袍后 要把自己的干锅装在哪 凯尔想了想 趁着没人注意这边的时候 拿出魔杖 在她身上点了一下 原本的校服长袍 立刻变成了一种明亮的蓝紫色 下杯也越来越长 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套礼服长袍的样子 变形术 康纳有些惊讶 嗯 我假期的时候在磨精夫人长袍店献过类似的款式 但细节方面肯定没有真的那么精致 而且只是一个样子货 莫关系 这就很好了 康纳上下打量着长袍 随后小声问道 别人看不出来吧 在巫世界 大多数人都不会穿着变形皱的礼服长袍参加舞会 因为要是被看出来了 肯定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话 就比如两年前的罗恩 也只是给自己的二手礼服长袍 修了个鞭 从没想过用变形术 当然了 也可能是他没想起来这回事 放心吧 凯尔摆了摆手 只要麦格教授和邓布利多不去 就没人能看得出来 随后他也给自己变了一套衣服 那就好 康纳高兴地说 对凯尔的话思毫不怀疑 他转了一圈 发现这种礼服长袍除了更方便 还有另一个好处 因为是变形术的原因 他本质上还是校服 不管是穿着的感觉 还是重量 都没有任何变化 比沉重紧动的礼服长袍要舒服太多了 因为恰好赶上万圣节 又是舞会 斯拉格霍恩这次邀请了很多人 再加上他们各自的舞伴 人数就更多了 凯尔和康纳高走进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 就听到一阵嘈杂动静 笑声 音乐声和响亮的说话声随着他们的脚步而逐渐增强 斯拉格霍恩给他的办公室施加了魔法 让这里看上去比一般教授要大得多 天花板和墙壁上挂着各种颜色的围蔓 最上面还有一盏金色的南瓜灯 但里面不是蜡烛 而是很多个提着灯笼的小精灵 他们在里面飞来飞去 就好像有无数个光点在不停地闪烁着 逝者就是厨房的家养小精灵 他们拿着托盘在人群里来回穿梭着 托盘上是各种不同的饮品 哦 凯尔 康纳 我的孩子 两人还没进门呢 就听到斯拉格霍恩声如红中的叫着 想邀请你们一次可真不容易 但就像我之前说的 你们不可能一直躲着我 教授 你这魔朔就太令人伤心了 凯尔说道 我们可太想来参加晚会了 但没办法 斯内普教授一直在从中作梗 不让康纳过来 另外 想必你肯定也知道 在魔法部的工作有多无聊 哦 是的 我都知道 斯拉格霍恩眨了眨眼 笑呵呵地说 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们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是不是 好了 快进来 有这魔多人要让你们见见呢 他欢快地走进办公室 凯尔和康纳对视一眼 只能无奈地跟了上去 那是沃普尔 我以前的学生 斯拉格霍恩指着不远处 一个正在跟哈利说话的小个子男人 他是 血亲兄弟 我在吸血鬼中生活 得作者 当然 还有他的兄弟血泥 这本书的名字听上去 有点像洛哈特的风格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 那个沃普尔真的住在一群吸血鬼中间 他旁边那个血泥 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吸血鬼 长得又高又帅 眼睛周围有黑眼圈 一副总是睡不醒的倦怠模样 只是在有女生经过的时候 他才会精神一些 甜甜嘴唇 眼里带着饥饿的光 似乎是察觉到了凯尔的目光 血泥转过头也看了过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康娜 眼里的光一下子变得更亮了 他注意到康娜和其他女生不同 身上散发着一股很独特的香味 那种感觉就彷彿是牛排旁边点缀的迷迭香 让他垂涎三尺 血泥瞬间感觉手里的馅饼不香了 忍不住往前走了两步 吸血鬼喜欢有天赋的巫师 尤其是女巫 凯尔看着皱眉的康娜 解释道 我知道 洛哈特的书里提到过 康娜说 我就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奇怪 这好说 凯尔拿出自己的箱子 打开了一条缝 房间里参加舞会的学生病 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依旧做着自己的事情 但吸血鬼雀 僵硬地站在原地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他本能地感觉到了 好几种极度危险的味道 而且每一种都能轻易撕碎他 血泥突然就清醒过来了 他像是什么都莫发生一样 僵硬地转过身 并试图将自己藏在 比他低一头的沃普尔身后 你看 很简单就解决了 凯尔笑住说 一边熟练地抓住 从箱子里窜出来的袖袖 把他重新塞了回去 第732章 皮皮鬼和消失柜 在魔法界 很多巫师都喜欢举行各种舞会 尤其是那些古老的纯血家族 每年都会举行两三次 比如生日舞会和圣诞舞会 已经成为一个固定项目了 但大多数舞会的重点 从来都不在跳舞上面 这次同样也不例外 办公室里的音乐从来没有断过 但跳舞的人却很少 大多数都是向止性地转两圈 然后就开始端着一杯酒 和周围的人攀谈起来 不得不说 斯拉格霍恩教授的人脉 还是很广的 邀请了不少知名人士过来 除了凯尔之前 见过的知名作家沃普尔 和细邪鬼血尼 还有职业魁帝七秋云 蒙扯斯喜鹊队 现意追求手布威尔获德 预言家日报 对一位记者 不是利塔斯基特 而是另一位男巫 根据斯拉格霍恩的介绍 大多数对魔法部司长以上的专访 都是他完成的 凯尔还看到了 蜂蜜公爵糖果店的老板 也对 在斯拉格霍恩的住处 就有他的签名照片 学校离霍格莫德镇魔镜 没有理由不邀请他过来 即便是这样 斯拉格霍恩 似乎还是觉得不够热闹 按照他的说法 万圣节只是简单拒绝 之后的圣诞节 才是重头戏 他还叮嘱凯尔和康纳 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 但他们却对此 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凯尔又遇到了喝得醉醺醺的西比尔特里劳尼教授 那威表现得大胃震惊 但凯尔却忍不住笑出了声 还差点把蜂蜜酒吸到鼻腔里 没有 凯尔说 你可以去房间那头看看 不过凯尔来这里 只是为了躲清静 没有喝桌上的任何东西 一瞬间 整个办公室里 就像是下了一场雨一样 凯尔观察了一会儿 失望地发现 那就是一杯正常的黄油啤酒 每个人都尖叫着 躲避从天而降的水汽球 房间里乱作一团 好 哈利说 他抓着黄油啤酒杯子 朝舞池对面走去 凯尔 没想到你也来了 作为霍格沃茨的教授之一 以及著名预言家卡珊德拉 特里劳尼的后代 他也算是有点知名度 我猜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想来舞会上捣乱的吧 他飞在天花板上 手里拿着一大把灌满水的汽球 一言不合就对着底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学生 展开了无差别攻击 几分钟之后 终于摆脱沃普尔纠缠的哈利也来了 他应该是说了不少话 直接拿起一杯黄油啤酒大口喝了起来 哈利和他们一样 因为不想参加斯拉格霍恩的晚餐会 一直在找各种借口 比如奎弟骑训练 斯拉格霍恩应该说 舞会上提供免费的学历酒 然后他就过来了 还有卢娜 他正在跟纳威讨论 斯克林杰是不是一个隐藏的吸血鬼 以及他秘密策划的阴谋 具体就是操控奥罗 利用牙龈病咒 从内部搞垮魔法部 魔法部其他职员 到现在都没有投诉他扰民 就足以证明 斯克林杰二身份了 他只是不敢招惹四个院长 其他教授顶多是给面子而已 凯尔说 不过今天晚上 他的心情可能不太好 可是斯拉格霍恩教授 还在这儿呢 皮皮鬼 就不是从不敢招惹教授吗 感觉怎么样 他问道 两人找了个借口 摆脱了斯拉格霍恩 来到了相对末 那魔多人的饮料区 趁现在大多数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还是尽快离开比较好 免得待会儿 大家一拥而上 再把门给堵住了 凯尔再次拨走一个水球 随后拉着康纳朝门外跑去 还记得胖修士在晚宴上说过吗 皮皮鬼 因为没有他的南瓜雕像 闹脾气了 在楼上疯狂破坏那些盔甲 至于斯克林杰吸血鬼的身份 这更是无稽之谈 他要是吸血鬼的话 那奥罗办公室里 那个巨大的窥镜 早就该想个不停了 凯尔决定回去就定一本 等到无聊的时候 也能拿出来乐呵乐呵 嗯 哈利点点头 我只是想试试 不过斯拉格霍恩教授没有反对 什么 哈利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以为凯尔说的是这次舞会 当即摇了摇头道 真糟糕 我简直不敢相信 赫敏居然能坚持每次都来 等到卢娜和纳威走远之后 舞会又开始变得无聊起来 一直到离消近时间 还有十分钟的时候 哈 我就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现在默示了 凯尔笑着说道 毕竟这磨热闹的地方 怎么可能少得了皮皮鬼呢 或许是他习惯了 凯尔顺住他的话说道 你怎么没找借口拒绝他呢 凯尔本来以为 舞会就这么结束了 倒没想到这时候皮皮鬼雀 突然从外面闯了进来 我是佩罗恩来的 他很想见识一下这次舞会 哈利说 如果不考虑其中的逻辑 只看乐子的话 畅畅反调 确实称得上是一本不错的杂志 他手指轻轻动了一下 将一个飞过来的水球 扔到了别的地方 你参加舞会 还能邀请男生 作为队长 他完全能把训练时间 安排在晚餐会的时候 倒也躲过了很多次 牙龈肿胀咒 这倒是可以好好开发一下 我感觉比锁舌封喉有用 凯尔笑着说 不得不说 洛夫古德先生的某些言论 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总能提出一些 其他人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的观点 哦对了 你看到罗安了吗 我一直在找他 自从知道学校里 有人买了迷情剂之后 他就不准备 再碰任何来历不明的东西了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外面的走廊上 康纳抬起胳膊 纹了纹自己的袖子 这我没到 我刚才就想说了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酸味 是足 凯尔压低声音道 事实上 这是我跟皮皮鬼说的 在水里加点醋的话 能让杀伤力变得更大 康纳一脸嫌弃地看向凯尔 别这么看着我呀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凯尔耸了耸肩 那时候 我拜托他帮忙找个幽灵 这个主意 就算是报酬了 毕竟新生经常在敲木桶的时候出错 那些喷出来的醋 就这磨浪费了 怪可惜的 那些被皮皮鬼扔过水汽球的人 一定会恨死你的 你直接说是费尔齐不就行了 凯尔笑住说 他去年没少帮乌姆里齐折腾学生 这也算是给他一点教训吧 两人一路顺住楼梯的方向 身后传来一阵嘈杂的说话声和念咒的声音 看样子 大多数已经反应过来 开始用魔法 驱赶皮皮鬼了 不过这时候 皮皮鬼也已经扔完了所有的气球 一溜烟逃跑了 在凯尔和康纳来到一楼门厅的时候 他们刚好碰上 是你啊 凯尔小子 我刚才莫注意到你也在 皮皮鬼高兴地说 但随即他似乎想起来什么 立刻就想跑了 哎呀 他们追过来了 等等 凯尔急忙叫住他说道 都这磨酒了 我拜托你的事办的 怎么样了 皮皮鬼扮透明的身体 一下子就顿在了原地 片刻后 他略显僵硬地转过身 少见的收起了笑容 好吧 你让我找不会笑的面谈女巫 我认为她 已经离开霍格沃辞了 不可能 凯尔摇了摇头 笃定地说 格雷女士不会离开霍格沃辞的 但她确实不在城堡里 皮皮鬼说 连血人巴罗也在找她 但同样一无所获 她一定是跑了 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但因为一早就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凯尔也不觉得太失望 找不到就算了 她摆了摆手 就准备继续往公共休息室走 嘿 凯尔小鬼头 我可不是在敷衍你 皮皮鬼并不知道 凯尔是怎么想的 见她转头就要走 连忙解释道 我真的一直在找她 哦 我觉得她 应该是被血人巴罗绑架了 就被被关在二楼 一个没有门的房间里 哦 凯尔停下脚步 转过身 看向皮皮鬼 二楼没有门的房间 如果是八楼的话 那应该就是 有求必应屋了 可是二楼的话 难道说那里 也有个类似的房间 啊 是的 皮皮鬼脸上 再次出现了得意的笑容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座城堡 霍格沃茨就有这么一个地方 很神秘 里面藏住千年来所有学生的宝藏 但莫人知道在哪 听到这里 凯尔已经确定皮皮鬼说的事 有求必应屋了 之所以是二楼 应该是他搞错位置了吧 这时 一旁的康纳突然问道 可是皮皮鬼 你刚才不是还说 血人巴罗也在找格雷女士吗 提到血人巴罗 皮皮鬼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但还是坚持说道 那都是他装的 为了混淆试听 半个小时我就看到 斯莱特林的那个小鬼头 突然出现在二楼 一个储藏室门口 嘴里还念刀着说什么 不现了 找不到了 之类的话 我猜 一定就是血人巴罗 让他去查看情况的 结果不会笑的格雷女士 已经跑了 皮皮鬼坚定地点点头 嗯 一定是这样 不管凯尔信不信 反正他是相信这个说法了 而且 血人巴罗是有动机的 所有幽灵都知道 就是他杀死了 拉文克劳的格雷女士 万一他心血来潮 想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呢 皮皮鬼一脸认真 越想越觉得可能 但怎么说呢 凯尔就算不知道真相 也不可能相信他的话 格雷女士可是带着拉文克劳冠冕 一起消失的 而且 冠冕里还有一部分 罗伊纳拉文克劳本人的记忆 血人巴罗 能干什么 过去送吗 还有 储藏士官的 助能穿墙的幽灵 不用想都知道不可能的 不过下一秒 凯尔就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等等 皮皮鬼 你刚才说在二楼看到的斯莱特林 他是谁 我想想 皮皮鬼摸着自己的下巴 我记得他和波特在走廊里争吵过 我一直想看他们打起来 可惜他们碰到了麦格 对了 当时波特叫他马尔弗 我跟你说 那个马尔弗一定 我受血人巴罗的命令才去的 皮皮鬼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但凯尔却没有在听他后面的话 马尔弗突然去二楼干什么 找不到 不现了 他在找什么东西吗 或者说那里有什么是他想要的 可储藏室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比如是在修不好的桌椅板凳 或者被淘汰的就扫帚之类的 马尔弗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凯尔思索住 总觉得自己好像忘了点什么 但一时间 他又想不起来了 难怪邓布利多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放一个冥想盆 在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之后 偶尔梳理一下记忆 还是很有必要的 凯尔你怎么了 他们过来了 耳边传来康纳的声音 以及无数人吵吵嚷嚷的喧哗声 回过神来的凯尔这才发现 皮皮鬼已经消失不现了 同时 斯拉格霍恩带着几名教授和学生 从楼梯上跑下来 他跑在最前面 不知道是因为动作太大 还是晚餐吃多了 身上那件华丽的紫罗蓝色长袍 紧蹦着 看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撑裂 凯尔 康纳 看到皮皮鬼了吗 有人说他往门厅来了 斯拉格霍恩怒气冲冲地说 那个讨厌的家伙 他毁了我的舞会 他往那边跑了 凯尔也不知道 皮皮鬼去了那 就随手指了一个方向 什么 他又跑回楼上了 斯拉格霍恩看住凯尔指向二楼图书馆的手 只觉得一阵腿软 幽灵能飞 但他不行啊 刚才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之后 他实在是跑不动了 孩子们 他看向身后跟着的几个学生 皮皮鬼就交给你们了 帮帮忙 一定要把他给我抓住 谁能把皮皮鬼带过来 我就奖励他一小瓶弗林记 听到弗林记 几个学生眼珠子都红了 他们拍拍胸脯 转身就往楼上跑 被泼了一身带粗的水 他们本来就要找皮皮鬼算账的 现在 斯拉格霍恩又开出了弗林记者重奖励 他们没理由不答应 几个人又风风火火地冲上了楼 斯拉格霍恩依靠在栏杆上喘了几口粗气 忍不住抱怨道 当初阿蒙多真应该听从我的建议 把皮皮鬼赶出城堡去 那个幽灵只会捣乱 城堡里所有人都对他怨声载道 是啊 现在也一样 凯尔说 孩子 你不准备试一下吗 斯拉格霍恩看着凯尔说道 我觉得你有很大机会 能抓到那个捣蛋鬼 拿到我的奖励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带着软木塞的小瓶子 里面是金灿灿的弗林记 凯尔忍不住看了那个瓶子一眼 随即又摇摇头道 抱歉教授 虽然我很想要这个奖励 但不知道是不是舞会上喝了太多酒 我现在有点困 只想赶快回去好好睡一觉 你这磨一说 我好像记得你确实 一直待在酒桌旁边 斯拉格霍恩拍了拍头 听我说凯尔 虽然你成年了 但还是要克制一下 别喝太多烈酒 或者你也可以试试蜂蜜酒 我个人就很喜欢它的味道 我会的 教授 凯尔说 凯尔简单敷衍了积聚之后 便找借口和康纳一起离开了 两人回到贺奇帕奇公共休息室的时候 凯尔还在想着马尔弗去有囚宾屋的目的 他显然不可能是闲逛着溜达过去的 肯定有某众目的 可到底是什么呢 凯尔 谢天谢地 你终于回来了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本 《变形与消失》 爸 能借我看一下吗 公共休息室里 正在补作业的瑞恩看到凯尔进来后 连忙问道 可以 凯尔随口说道 那本书放在宿舍的柜子里 你自己去找找 等等 凯尔猛地抬起头 柜子 消失柜 他终于想起来了 三年级的时候 差点没头的尼克 为了帮被费尔齐抓走的哈利 曾忽悠皮皮鬼 把一个柜子扔到他办公室正上面 而那个柜子 就是消失柜 而且差点没头的尼克 也说过 消失柜 一直放在二楼某个储藏室里 费尔齐知道 那是个消失柜 并准备借此机会 以损坏学校财务未由 把皮皮鬼赶出学校 邓布里多 当然不可能赶走皮皮鬼 或者说莫人能把皮皮鬼 从这个城堡里赶出去 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而损坏严重的消失柜 也被家养小精灵清理掉了 当然 明面上是这样 真实情况是 那个消失柜 其实在家养小精灵赶过去之前 就已经被凯尔拿走了 小精灵扔掉的 不过是一个施加了变形术的 普通柜子而已 这件事除了凯尔 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马尔福要找的 会是那个消失柜吗 如果是的话 他又是怎么知道 二楼储藏室 有消失柜的 难道是之前去过 可当时他才两年级 应该不会去脏兮兮的储藏室吧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他又在找什么 凯尔心里想住 一边走到一张扶手椅旁坐下 康纳虽然不知道 凯尔在想什么 但也没有打扰他 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 第七百三十三章 因祸得福 被马尔福找到的消失柜 真不错 哈利 万圣节之后的魔药客上 斯拉格霍恩看着哈利面前的干锅 脸上露出一丝惊喜的神色 颜色完美 味道也无可挑剔 我敢保证 就算是和火龙一样暴躁的人 在服下三滴你熬制的缓和剂后 也会变得平静下来 谢谢您的夸奖 先生 哈利难掩激动地问道 所以我合格了吗 合格 你在开什么玩笑 斯拉格霍恩声音夸张地说 这是一锅完美的药剂 毫无疑问 格兰分多加十分 哈利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这是他六年来第一次在魔药客上拿到加分 一时间 他看斯拉格霍恩的时候 也感觉他顺眼了不少 我早就知道 你一定继承了 你母亲优秀的魔药天赋 只是西弗勒斯没有帮你挖掘出来而已 斯拉格霍恩笑着说 继续努力 我期待你下节课的表现 哈利重重地点头 旁边赫敏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 我也是刚刚才意识到 想想那个康纳普林斯吧 最年轻的非凡药剂师协会成员 连他都认同的笔记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虽然直觉告诉他 一两次优秀的魔药课程疾病 不能改变斯拉格霍恩对罗恩的看法 但直觉告诉他 这时候 还是别扫罗恩的心比较好 那是因为 你不够专心 哈利说 熬制魔药的火焰大小 也很重要 我记得 你把月长石粉 倒进干锅里 就去跟西莫聊天了 完全忘了 把火吊小这个步骤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 马尔弗的脸色 瞬间就变冷了 就算他想邀请我 我也不会 去参加他 那个愚蠢无聊的舞会 马尔弗又将目光 转向赫敏 当然 还有泥巴仲 也不可能踏进我家一步 很高兴吧 喂斯莱 你是不是觉得 拿到斯拉格霍恩的邀请 就说明你也是名人了 我为石魔要嫉妒他 赫敏忍不住大声说道 斯拉格霍恩 看了他的干锅一眼 没有任何评价 说了一句不错后 就离开了 罗恩只当 是他知道自己理亏 也没有在意 继续和哈利 讨论起了笔记上的内容 算了 只是一点小问题而已 罗恩笑道 你说 我要是继续按照 笔记上的内容熬制模样 等圣诞节的时候 斯拉格霍恩教授 会不会也邀请我 去参加他的晚会 既然身后 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你可以往自己脑袋上 弄一个愚蠢的疤 说不定也能和波特一样 受到疤头痴迷者的欢迎了 看到赫敏的反应 罗恩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要我说 你应该试着尝试一下 毕竟书里的内容 也是其他物诗写的 说不定再过几年 这些小技巧 也会出现在书里呢 我们好像并没有跟你说话 马尔弗 哈利绷着脸说道 我注意到上次舞会里并没有你 怎么 你没有受到邀请吗 这让赫敏更生气了 他的魔药也完成了 只是颜色和哈利的相比要浅一点 我不在乎 哈利挥着拳头 放开我赫敏 我今天一定要揍他一顿 肯定会的 哈利说 你这是作弊 下课后 赫敏声音地说 你不应该继续看那本笔记了 周围传来一阵哄笑声 别这样哈利 要是被教授 看到你会被开除的 赫敏大声劝说道 还记得凯尔之前 说过吗 高级魔药制作 很久没有被修改过 上面的很多步骤 都过时了 等等赫敏 你不会 是在嫉妒凯尔吧 罗恩声音微微上扬 赫敏充耳不闻 依旧拽着他 你就是在羡慕我们 罗恩撇了撇嘴 你心里一定极度疯了 好像确实是这样 可你当时怎么不提醒我呢 本来这并不算什么问题 但有了对比之后 他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缺点 就被无限放大了 另一边的罗恩 同样也被另外几个 格兰芬多的学生拦住了 没让他跑过去 这只是一本笔记 怎么能算是作弊呢 哈利反驳道 而且事实证明 这上面的步骤 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 赫敏还想说什么 得到了哈利肯定的回答后 罗恩更兴奋了 声音也忍不住提高了不少 当然是极度他的成绩比你好 以及发现了这么多 你不知道的小技巧啊 哦 我忘了 你肯定不知道 因为我们邀请的客人 都是上流人士 像你们家这样的纯血败类 根本不可能收到请柬 也可能是斯拉格霍恩教授 不认识什么马尔夫家族 罗恩在旁边添油加醋地说 马尔夫像是受到了侮辱 狠狠地说道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维斯莱 我们家每年圣诞节 都会举行舞会 真奇怪 明明我也是按照笔记上的内容在操作 为什么结果 就是不如你的好呢 可你也看课本了呀 这有什么区别吗 罗恩也在一旁帮哈利说话 闭嘴 你这个混蛋 哈利捏紧了拳头 当即就要冲过去 揍马尔夫 但却被身后的赫敏 死死地抱住 赫敏 深吸了几口气 没有说话 我羡慕你们 但那不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 不是他们不敢惹事 主要是 现在马尔夫可不是一个人 他身边还有克拉布和高尔呢 那两个大块头 看上去就像幼年的巨怪一样 罗恩要是过去 肯定地吃亏 而另一边的马尔夫 在看到这一幕后 也是冷笑了一声 现在 克拉布和高尔都在 周围还有一群斯莱特林的人 他一点都不怕 只不过 就在马尔夫刚 想要再出言嘲讽一波的时候 一个被灌满了液体的气球 却突然从天而降 净直砸在了他的头上 被精心打理过的头发 一瞬间就湿透了 黑褐色的液体 顺着他的头发 一滴滴落下 同时还伴有一股浓郁的酸味 这是醋 周围的人下一时就捂着鼻子 远离了他 就连克拉布和高尔 也往后退了一小步 马尔夫整个人都呆住了 有些茫然地站在那里 呵呵呵 你喜欢这个新发型吗 呵呵呵 这时空中传来一阵刺耳的大笑声 皮皮鬼捂着肚子 笑得前仰后合 钱得漂亮 皮皮鬼 哈利在下面大声喊道 他昨天还以为皮皮鬼 已经被生气的斯拉格霍恩给 抓住了呢 现在看来并没有 而且他不仅没有被抓住 还给自己带来了一个这魔大的惊喜 直接给马尔夫头上来了一个灌满了醋的气球 这种行为 简直笔揍他 一顿还过瘾 要不是胳膊被赫敏拽着他都想鼓掌了 而另一边的马尔夫 显然不这魔爵的 他闻住从自己身上散发出的 那一股浓郁的酸味 整个人都快被气炸了 皮皮鬼 我要杀了你 他愤怒地咆哮道 但肌滴醋刚好顺着他的头发落进嘴里 让马尔夫的脸色瞬间又白了几分 他不敢说话了 紧紧地闭着嘴 拿出魔杖 就要给皮皮鬼一个教训 所有人都以为皮皮鬼会像之前一样 直接跑路 但让他们莫想到的是 皮皮鬼飞蛋没有这魔作 反而趁着马尔夫拿魔杖的时候 又掏出了一个更大的猝气球扔了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气球刚好落在马尔夫伸出的魔杖上 立刻就被戳破了 又是一大团猝涌了出来 落在地上四散飞溅 这次几乎所有人都被波及到了 离得最近的马尔夫手荡气冲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次的醋里还加了点别的东西 不仅酸 还臭 哦 马尔夫下一时捂着肚子干呕了一声 下一秒 他只觉得手上一空 魔杖就被抢走了 你给我站住 皮皮鬼 这下马尔夫也顾不得自己身上复杂的味道了 飞快地朝逃跑的皮皮鬼追去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马尔夫已经追着皮皮鬼跑远了 德拉克 克拉布和高尔联盟小跑着追了过去 你看到了吗 哈利 马尔夫刚才的样子可太有意思了 罗恩大笑着说道 皮皮鬼好样的 说住 他还挑衅似的瞪了周围斯莱特林们一眼 马尔夫他们离开后 现在是他们格兰芬多人更多了 他一点都不怕 好了罗恩 我们快点离开这儿吧 赫敏咒没到 味道太难闻了 罗恩下意识吸了一口气 差点没吐出来 皮皮鬼一定是往醋里放分蛋了 他肯定地说道 我还以为弗雷德和乔治毕业后 就默认会这么做了 一边说着 他们一边加快脚步离开了这条走廊 这股味道很快就会吸引来费尔奇 要是被抓到就解释不清了 三人一起朝公共休息室走去 准备换身衣服再去礼堂吃饭 你们说 马尔夫还能拿回他的魔杖吗 但上楼的时候 哈利好奇地问道 我希望他拿不回来 罗恩说 最好皮皮鬼能把他的魔杖 藏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或者干脆直接掰断也行 这是不可能的 赫敏说 别忘了 这里是学校 教授们不可能放任皮皮鬼 抢走学生的魔杖 之后肯定会帮忙的 皮皮鬼害怕教授 肯定不敢做得太过分 那真是太可惜了 罗恩轻声说道 这也是哈利的想法 与此同时 马尔夫已经追着皮皮鬼来到了二楼 虽然他跑得很快 但皮皮鬼会飞 每次要被追上的时候都能灵活地躲开 或者说 皮皮鬼本来就是故意的 就为了戏耍马尔夫 但极度的愤怒却冲淡了马尔夫的理智 让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么多 一心想要追上皮皮鬼 拿回自己的魔杖 两人从六楼一直跑到二楼 距离越来越远 这就跑不动了 则 真没意思 看着累到气喘吁吁的马尔夫 皮皮鬼突然没了兴致 还给你吧 他把随手把魔杖扔到旁边 拐个弯消失不限了 我一定要告诉斯内普教授 让他把你赶出学校 马尔夫在后面放着狠话 但却没有得到一点回应 显然皮皮鬼已经跑远了 马尔夫又骂了一会儿 他在地上来回寻找着 很快就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储藏室门口 发现了自己的魔杖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这个储藏室并没有上锁 只是虚掩住门 马尔夫解魔杖的时候 只是轻轻碰了一下 门就吱压一声打开了 本来马尔夫并没有在意 但当他站起身准备擦拭魔杖的时候 却突然看到储藏室里放着一个柜子 柜子就放在门口的位置 瞥一眼就能看到 马尔夫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了 激动地推开门 这下他看得更清楚了 那是一个差不多一人高的柜子 表面还有金色的纹路 一股巨大的喜悦 冲刷着马尔夫的内心 他找了好几天的东西 没想到居然就在这里 德拉科 这时 克拉布和高尔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那个 该死的 幽灵呢 先别管什么幽灵了 马尔夫说 你们两个 把这个柜子抬走 克拉布和高尔顺住马尔夫手指的方向看去 脸上满是疑惑 德拉科 你是不是被气傻了 高尔小声说道 一个破柜子而已 你要是想要的话 买个新的不就行了吗 你们懂什么 这可是宝贝 马尔夫说 宝贝 克拉布皱了皱眉 指着一个破柜子 说是宝贝 看来马尔夫真的被气傻了 你们两个蠢货 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马尔夫也懒得跟他们说那么多 伸手轻轻抚摸着柜子上那些金色的纹路 这就是他记忆里见过的那个消失柜 不会错的 那应该是他一年级的时候吧 因为刚拿到霍格沃茨的地图后 觉得很有趣 就趁着周末的时候 在城堡里闲逛 无意中来到了一个储藏室里 因为里面太暗 没看轻路的他 还一头撞在了这个柜子上 额头都磕破了 当时他担心了很长时间 害怕自己和波特一样 也变成一个八头 所以记得很清楚 不过那时候 他只当这是一个普通的柜子 直到不久前 在勃经勃克 看到另外一个一模一样 带有金色纹路的柜子后 他才意识到当初被自己撞到的是一个消失柜 而且那两个柜子很有可能是一对 可是当马尔福星冲冲地来学校找的时候 却发现柜子突然不现了 他找了很久 还以为是被谁给拿走了呢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 现在想来应该是他记错位置了 毕竟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记忆有点模糊也很正常 马尔福并没有多想 当即就指挥着克拉布和高尔 让他们把柜子搬走 你们动作轻点 他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个柜子很重要 关系道 那个人 要是磕碰坏了 你们就等着受罚吧 克拉布和高尔有些不服 但看马尔福把黑魔王都搬出来了 他们也不敢反驳 只能低着头 吭哧吭哧地 把柜子从储藏室里搬出来 马尔福看着皮皮鬼消失的方向 突然放声大笑 德拉克 你笑什么 克拉布疑惑道 我笑皮皮鬼 马尔福说 他以为自己捉弄了我 实际上却帮了我一个大忙 只要我的猜想没错 那个人就能轻而易举地进入霍格沃辞 说到这里 马尔福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到时候 我就是最大的功臣 我一定要杀了皮皮鬼 就凭一个破柜子 能让那个人进入霍格沃辞 还有 杀死一个幽灵 克拉布和高尔 同时看向浑身散发着醋味和臭味的马尔福 随后又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同一个想法 马尔福果然被气傻了 都开始说胡话了 第734章 死屠出里气 你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 东西呢 带来了吗 霍格沃辞八楼 某条偏僻的空教室里传来一个嘶哑深沉的声音 庞扶幽灵的低语 令人不寒而栗 放心 少不了你的 凯尔直接从变形吸一皮带里掏出一个手提箱 放在桌上打开 调转方向往前一推 200个加强版的噼啪爆炸气球 一个不守 左科笑话商店关门了 这些都是凯尔从维斯莱把戏房买的 弗雷德和乔治把他们装在一本被掏空的书里 躲过了费尔奇的检查 本来凯尔有更好的办法 比如随便弄一件带有无痕伸展咒的小盒子就能搞定 但维斯莱兄弟却不同意 他们觉得那样做太无聊了 不够刺激 看着眼前的箱子 皮皮鬼立刻兴奋地飞过来点了点 数量确实不少 甚至还多了三十个 但他却并没有表现得多开心 反而皱眉到 不对啊 还有说好的一百个粪蛋呢 这里怎么没有 别急啊 粪蛋不像气球那么容易运进来 还要再等几天 凯尔解释道 而且这次他们还给其中一部分做了些改良 改良 皮皮鬼眼前一亮 它变得更大了 对于一年级的新生来说 这一招百事百灵 皮皮鬼表情瞬间就变得奇怪起来了 眼神里还透着一抹不加掩饰的嫌弃 以及发自内心的敬佩 所以为了加快进度 通常皮皮鬼都会在小巫师敲口令的时候 故意弄出点动静来让他们分心 现在还不好说 凯尔想了想 总之 到时候 你先收起来就行 等使用他们的时机到了 你自然也就明白了 左右分离 皮皮鬼虽然是幽灵 但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要是我直接送的话 他可就不要了 凯尔说 怎么样 他们拿走了 墙壁上的画像们听到动静 纷纷睁开眼 而另一边 离开教室的凯尔并没有回宿舍 而是直接在八楼绕了一圈 来到了校长室门口 粪蛋 只是一个名字 那种特殊的味道 不过是用各种的草药 调配出来的而已 等一下 皮皮鬼在后面追问道 你还莫告诉我 为什摩要这么做呢 不过贺奇帕奇的口令 真的不算难 一般敲两次 就不会再出错了 皮皮鬼被气坏了 在半空中抓耳挠腮的 但又拿凯尔没有办法 就为了一个柜子 直接送给他 不就行了吗 看样子 邓布利多应该又出去了 纠正一下 布莱克校长 凯尔说 我不是闯进来的 而是开门走进来的 就和用钥匙开门一样 他收起那一箱子的气球 好奇地问道 我真搞不懂你 为什么要把那个柜子 放在二楼 还让我把斯莱特林小鬼投影过去 但现在嘛 出于对同行的尊重 皮皮鬼忍住了 酸味抱抱糖 凯尔说 滴水嘴石瘦 跳到一旁 露出身后一道活动的螺旋形楼梯 当时候你就知道了 凯尔摆了摆手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又是你 菲尼亚斯第一个开口说道 这里可是校长室 你一个学生 怎么能就这么闯进来 皮皮鬼气呼呼地 从箱子里抓出一把气球 撞开门飞去了楼下 往里面掺针家伙 霍格沃茨的学生会发疯的 这种魔鬼一样的想法 你们才是真正的黑魔王吧 那就好 凯尔点点头 当即就准备离开房间了 当然 有本大爷亲自出手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皮皮鬼说 他们直接把柜子搬走了 而且笑得可开心了 我在楼上都能听得到 不出所料 邓布利多不在这里 皮皮鬼默默地竖起一根大拇指 随后疑惑地问道 凯尔小子 不 凯尔先生 你和霍格沃茨有什么仇吗 接着凯尔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 熟练的 就好像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凯尔轻车熟路地走上去 来到了那扇项目门前 他敲了敲门 里面没我任何回应 不过凯尔并没有因此离开 而是拿出魔杖 指向门上的那个黄铜门环 不 凯尔摇了摇头 他们往里面加了点真家伙 当然没有 凯尔说 你别误会 我刚想解释呢 那些特殊制作的粪袋 并不算在我们约定的数量里 而是额外赠送的 门环变成两条火龙的样子 各自朝一边飞去 凯尔可是他最大的武器供应商 尤其是现在左科关门了 小巫师身上的恶作剧产品越来越少 万圣节舞会那次 他更是直接把所有存货都扔完了 皮皮鬼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说实话 他很不喜欢凯尔这种话不说轻的行为 如果换成另一个人 他肯定会问到底的 顺便再给对方脑袋上扔十几气球的粗 现在能搞到大量气球的也只有凯尔了 轻易不能得罪 赠送 什么意思 皮皮鬼有些不理解 他得去贺奇帕奇公共休息室门口守着 只有小巫师敲错了口令 他才能趁机往气球里灌簇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就算你这么说 也不能 哎呦 菲尼亚斯突然飞出了自己的花矿 落到隔壁的草地上 他一定是有事要找邓布利多 别捣乱 狄佩特校长一聊 踹走菲尼亚斯说道 不过凯尔很怀疑 他是不是故意的 就是想踹对方一脚 是这样没错 凯尔点了点头 说道 那您知道邓布利多教授在哪吗 这个啊 我不知道 狄佩特校长说 哈 你这个混蛋当然不知道 菲尼亚斯一个飞扑 来到狄佩特身前 抡起胳膊 就准备抱刚才的一脚之仇 但狄佩特早就猜到了 他会这么做 转身就和他扭打在一起 丝毫不顾及 凯尔还在这这儿看着呢 可能因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其他校长们 也都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那么 你找邓布利多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一个有些灰色头发的女巫 来到距离凯尔最近的画框里问道 顺便用身体挡住了 正在护扯头发的两个校长 也不算特别要紧 凯尔说 只是我想到了 伏地魔可能会用什么方式 进攻霍格沃茨而已 下次再说也一样 女校长沉默了片刻 你稍等一会儿 他转身走到战况胶着的 狄佩特和菲尼亚斯旁边 深吸一口气 猛地抬起了自己的拳头 接下来的画面 被一个骑士挡住了 只能听到一阵 叮叮当当的声音 不过两分钟后 凯尔再次见到了菲尼亚斯 他脸上也多了一个清晰的拳头印 好吧 其实邓布利多就在格里莫广场12号 菲尼亚斯说 我已经去通知过了 他应该很快就能回来 他话音刚落 就听周围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 邓布利多回来了 胡子上还挂着墨 来得及擦掉的面包炸 维斯莱夫人太热情了 他坚持让我尝尝那些新出炉的烤面包 但味道真的很不错 邓布利多坐到桌子后面 问道 我听菲尼亚斯说 你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我 算是吧 凯尔说 我大概知道 德拉克马尔弗 想怎么帮弗地魔进入霍格沃辞了 什么 邓布利多微微一正 随即轻咳一声 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如果没有证据 好吧 那就去掉这个名字 凯尔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也没有在意邓布利多的那点心思 直接说道 是消失柜 消失柜 邓布利多推了推眼镜 作为一个炼金术大师 他自然知道展示柜的作用 那东西就像是被具象化的幻影仪行 一共两个 只要进入其中一个柜子 关上门后 就能从另外一个柜子里出来 虽然是固定的 但和幻影仪行不同的是 消失柜不受任何限制的影响 他年轻的时候就用过很多次 特别方便 唯一的缺点 就是这东西特别稀少 甚至比厄里斯魔镜还珍贵 现在所有的炼金术室中 大概也只有尼可乐没能制作了 你的意思是说 弗地魔弄到了两个珍贵的消失柜 还把其中一个弄到了学校里 邓布利多的表情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不是弗地魔 是马尔 好吧 是另外一个人 凯尔说 而且也不用弄到这里 他本来就在学校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被劈劈鬼摔坏的消失柜 邓布利多很快就想到了什么 他皱眉道 可那个柜子只有一个 我曾经也试着进入过消失柜里面 但没有任何反应 或许另一个柜子早就不存在了 邓布利多当然知道学校里有一个消失柜 但这东西要两个在一起才行 一个根本没用 也可能只是坏了而已 凯尔说 制作一个消失柜很难 但只是修理的话就简单多了 甚至我就能做到 之前被皮皮鬼摔坏的那个柜子 就是我修好的 邓布利多眼角抽出了一下 他之前是故意不管的 作为一个炼金术士 如此珍贵的魔法物品 邓布利多就算知道有隐患 也肯定不舍得破坏的 皮皮鬼摔了 他也算是间接帮了一个忙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东西居然被凯尔发现 甚至还修好了 凯尔并没有注意到 邓布利多的表情变化 继续说道 我注意到有人在找东西 就试探地把那个消失柜放在了那里 没想到他真的拿走了 而且还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 算了 你直接说名字吧 邓布利多揉了揉额头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德拉克马尔福的 这件事 应该莫几个人知道才对 就是上次去霍格莫德之后 凯尔说 只不过斯内普教授 坚持要保护他 康纳认为 他可能是有什么计划吧 我就没有再管 马尔福先生 弄来那条黑魔法项链 可是想对付你的 邓布利多的蓝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凯尔 就因为普林斯小姐求情 你就放过他了 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凯尔摊了摊手 康纳信任斯内普教授 就好像我信任康纳一样 我不想让他为难 再说了 马尔福后来不是 主动放弃他的计划了吗 也算是迷途之反吧 我也没有理由再坚持 邓布利多突然笑了 而且笑得很开心 好像伏地魔的计划 一下子就变得莫纳魔重要了 他挥了挥手 桌上立刻就多了一个茶壶 一个精致的银色茶罐 喝两个杯子 要喝点什么吗 其他事情可以慢慢说 如果可以的话 凯尔想了想 能来一杯凤凰眼泪 特调弗林记精蜂蜜酒吗 我一直想尝尝 那是什么味道 邓布利多的手炖了一下 然后像是什么都莫听到一样 拿起茶罐 从里面小心翼翼 捏出了几片茶叶 尝尝这个吧 不比三把扫帚的精蜂蜜酒差 他把茶叶放进杯子里 又倒上了滚烫的热水 这是我一百岁的时候 一个老朋友送我的 我一直不舍得喝 在我看来 这是我收到过最棒的礼物 比弗林记还要珍贵 凯尔将信将疑地尝了一口 味道确实不错 比之前在校长室里喝过的红茶 要好得多 但具体好在哪 可能是阅历的限制吧 他喝不出来 凯尔动了动手指 让茶水迅速冷却后 一口喝完了 这一套动作 看得邓布利多嘴角直抽抽 真是浪费啊 他就不该给凯尔这种好东西 邓布利多努力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问道 说说看你的想法吧 很简单 凯尔又往茶杯里倒了些水 马尔弗拿走消失柜 肯定是因为他 发现了另外一个 并且有把握能修好它 到那时候 使使徒就能通过两个柜子 从其他地方 进入霍格沃茨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邓布利多问道 我猜你应该有别的想法吧 不然的话 你完全没必要 把好不容易修好的柜子给他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凯尔随手拿起桌上的茶罐 刚想要仔细看看的时候 就被邓布利多飞快地抢了回去 有话直接说 别乱碰 好吧 凯尔也没有在意 我是这么想的 与其让他想别的办法 还不如直接给一个现成的答案呢 消失柜虽然方便 但却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如果使使徒选择用这种方式进入学校 他们必定会从柜子里出来 到时候 我们只要把蛇怪放到柜子的正前面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能把使使徒一网打尽 画像上的校长们纷纷看向凯尔 把蛇怪放消失柜前面 他们已经能想象到画面了 使使徒野心勃勃地打开消失柜 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却迎面看到了一双黄灯灯的眼睛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使使徒处理器啊 他们简直不敢想象 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巫师 轻描淡写说出来的 但邓布利多看上去 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甚至还仔细思索了一会儿 不妥 他摇了摇头 蛇怪目标太大了 要是只有一个使使徒的话 这个办法还行 但数量一多 很难保证 不会有人把消息传回去 而且 使使徒里 有很多都是惧怕伏地魔 不得不替他工作的人 甚至一些人 本就是被夺魂咒控制的 我们不能用蛇怪来对付他们 那就找几个人守着 凯尔继续说道 消失柜就那魔大 一次只能出来一个人 只要配合好 第一时间制服他们并不难 这是个好主意 邓布利多点了点头 不过 我觉得提前布置一些魔法陷阱也不错 至少可以节省一些人手 也不用一直守着 第735章 德利助手福克斯 对于邓布利多来说 凯尔带来的这个消息 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惊喜 躲藏在暗处的使使徒 很可怕 但当他们暴露在阳光下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消失柜可以帮助使使徒 躲开城堡的魔法防御攻势 如果事先不知道的话 使使徒确实能利用这种方式 占据主动 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但现在他们知道了 无法移动的消失柜 也就变成了使使徒最大的破绽 邓布利多有很大的把握 能将利用这种方式 进入霍格沃茨的使使徒 全都一网打尽 他现在考虑的 就是如何把德拉克马尔夫 从这件事里摘出去 免得他们一家 被伏地魔迁怒 毕竟使使徒 要是真想要进攻霍格沃茨的话 来的人肯定不守 要是这些人 被一网打尽了 伏地魔绝对要大发雷霆 到时候 提出这个办法的 马尔夫一家就完了 邓布利多想救他们一命 你什么意思啊 菲尼亚斯立刻不乐意了 义愤填膺地说道 真是没有礼貌 你怎么能这魔 说狄佩特 霍格沃茨 可是很大的 而且还有密室 以及有求必应屋 这种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 哪怕邓布利多是校长 也不敢保证 一定知道霍格沃茨全部的秘密 他把原地图还给了凯尔 自己留下了复制品 这不是吗 他就在这儿 地图上 一个由墨水形成的脚印 异常显眼 脚印上面悬写着 消失柜 的名字 如果马尔夫也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房间 他们还真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找到 到时候计划再好也没用 而他作为校长 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学生 哪怕对方处心积虑 想要杀了他 当然可以 凯尔说 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确实 凯尔点了点头 反正某个教常闲着也是闲着 给他找点事情做 也省得天天被揍了 挺好 他们会帮我看着的 邓布利多笑着说 我最近要做的事情很多 不能保证一定能带住地图 而且在某些特殊的时候 他要是突然发出声音提醒 反倒是一件麻烦事 毕竟公共休息室里人多眼杂 再加上前几年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学院的公共休息室门口 也增加了基辅画像看着 两个女巫一前一后地 冲进他的画像里 二话不说 对着菲尼亚斯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哦 邓布利多拿过地图看了一眼 立刻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姓名追踪魔法 邓布利多摇了摇头 没有再想这些 邓布利多对这一切 好像早就司空见惯了 熟练地挥了挥魔杖 惨叫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你说什么 想要利用消失柜 埋伏死死图 就必须知道他在哪 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种效果 就是凯尔根据火点地图制作出来的 唯一不同的 是这张地图并不像火点地图那样密集 上面只有这一个名字 它的动向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那个位置 刚好能被墙上的画像们看到 但保护学生是他这个校长的责任 不是凯尔达 而且这件事能不能成 现在还是两说呢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 一旁的迪佩特校长 斜着眼睛瞥了菲尼亚斯一眼 这孩子说的是谁 你心里就一点数也没有 没错 凯尔点了点头 很简单的小手段 只要用魔纹 把目标从巫师换成物品就行了 但是很有用 他可以不在乎 卢修斯马尔弗和纳西沙马尔弗 但他不能忽视德拉克 不管怎么样 德拉克马尔弗 都是霍格沃茨的学生 他在上面扫了一眼后 只向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的地方 从样子上来看 他们似乎是同一个人 不过一个是中年模样 另一个则要年轻得多 不过凯尔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 不需要这么麻烦 邓布里多说 他一挥手 桌上的地图 立刻飘到了身后的一个架子上 说话间 凯尔又看了一眼的图 不不 你误会了 布莱克校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凯尔头也不抬地说道 甚至都懒得解释 凯尔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你知道他会把消失柜藏在哪里吗 他问道 但邓布里多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凯尔 不是不相信凯尔 他很确信 如果自己开口的话 凯尔大概率不会拒绝 如果弗雷德和乔治也在的话 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中脚印和名字是火点地图上特有的标志 他自然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可以看出消失柜还在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 或许是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又或许是另一个消失柜还没有被修好 但不管怎么样 马尔夫似乎并不准备立刻行动 说话的时候 凯尔拿出了一张霍格沃茨的地图 摊开放在桌子上 我把消失柜放回去的时候 在上面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 加了个特殊的魔纹 邓布利多拿出魔杖挥动了一下 地图立刻变成了两份 在邓布利多降大的魔力支撑下 不管是地图还是上面附带的魔法 全都被保留下来了 不过这样也好 他们都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准备 莫等凯尔多想 阵阵惨叫声便响彻校长事 除了你还能是谁 菲尼亚斯说 总不能是斯波尔吧 不过 他确实也挺闲的 马尔夫就算怎么样 也不可能把公共休息室 作为攻入点的 肯定会选择一个 更加隐蔽的地方 教授 需要再加一个提醒魔咒吗 凯尔想了想说道 只要消失柜的位置发生变化 就能发出警报之类的 这样就不用一直看着了 画像里 菲尼亚斯还在被揍 只是声音传不出来了而已 那两个人都是菲利达斯波尔 只是在他不同时期留下的画像 邓布利多解释道 一个人还能在校长室 留下两幅画像 凯尔疑惑道 理论上是可以的 好了 让我们言归正传 邓布利多说 接下来 我可能要离开霍格沃茨一段时间 能麻烦你多留意一下 德拉克马尔福吗 我很忙的 教授 凯尔说 我现在可是七年级 还有半年就要进行 E W T 考试了 为了在毕业后 找到一份不够的工作 我必须拿到足够的证书才行 要不这件事 你还是找别人吧 凯尔说 我觉得斯内普教授就不错 他是斯莱特林的院长 有的是时间 观察马尔福 或者哈利也行 哈利 邓布利多挑了挑眉 我记得 他们的关系 好像并不是很融洽 就是因为这样才合适 凯尔说 作为连续六年的老对手 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对方了 如果德拉克马尔福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哈利肯定能第一时间察觉到的 但他并不是最好的人选 邓布利多摇了摇头 哈利的性格 有些冲动 在面对一些特殊事情 时难免有些疏忽 另外 凯尔 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 我并不是让你时刻看着马尔福 只是让你多注意一下 别再让一些黑魔法物品进入霍格沃辞 你知道的 凯蒂贝尔现在还在圣芒哥 我们不能再把第二个学生也送到那里了 好吧 我尽量 凯尔说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倒是不怎么麻烦 学校和霍格莫德不一样 想把黑魔法物品带进来可没那么容易 而且 就算邓布利多离开了学校 教授们还在呢 不管是麦格教授 还是弗利维教授 都是经验丰富的巫师 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搞事 可莫娜魔容易 马尔福也莫娜魔傻 自己顶多也就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见凯尔答应下来 邓布利多这才点点头 哦 已经这磨碗了吗 他看了一眼窗外暗下来的天色 我想你应该也饿了吧 我听说厨房今晚做了炸猪排 或者 你想跟我去格里莫广场12号也可以 莫莉一定会很欢迎你的 算了 我还是去礼堂吧 凯尔站起身说道 我想也是 邓布利多换上了一种野鱼的表情 看着凯尔 脸上也露出一副八卦的神色 格里莫广场12号 现在 只有我们几个无趣的大人 你肯定更愿意待在学校里 对不对 凯尔没有回答 只是站起身 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 放在桌上的那个银色茶罐 邓布利多敏锐地察觉到了 凯尔的未眼神变化 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伸手就准备把茶罐收起来 这时 凯尔突然吃惊地 看着他身后的窗户 麦格教授 您骑着扫帚 在窗外干什么 哦 小心 下意识地 邓布利多转头看了过去 接着 他似乎感觉到 有一阵风吹过面颊 吹动了机根胡须 真奇怪 明明窗台是关注的 为时魔还会有风呢 来不及多想 邓布利多心里咯噔一声 他凭借着强大的自控能力 遏制住了自己的本能 又把头转了回来 然后他就看到 那个放在桌上的银色茶罐 已经被凯尔拿在手里了 他早就该想到的 麦格怎么可能在半夜 骑着扫帚 出现在校长式的窗户外面呢 这绝对是凯尔用来转移他注意力的借口 可这魔拙劣的借口 他为时魔还会上当呢 邓布利多心里懊恼不已 但现在 已经没时间 想这些了 他必须尽快补救 邓布利多心思连转 但凯尔根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彭腐演练过无数遍一样 在拿到茶罐后 凯尔立刻头也不回地跑到门边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当邓布利多站起身的时候 凯尔已经来到了门口的位置 只差一步 就能拉开门了 邓布利多 又把希望寄托在福克斯身上 希望他能拦住凯尔 而福克斯也注意到了 邓布利多的眼神变化 他从骑之上飞下来 来到凯尔身前 用翅膀帮他打开了门 谢谢 福克斯 待会儿 我请你吃曼德拉草 你随便挑 凯尔的声音 回荡在校长室外面的通道里 福克斯开心地鸣叫一声 看也莫看邓布利多一眼 扑闪着翅膀跟了出去 庞扶只是一瞬间 校长室里 就只剩下了一个孤独的老人 以及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 来 尝尝这个 礼堂礼 凯尔把一杯加了牛奶和方糖的红茶 递给康娜 康娜喝了一口 眼睛立刻就亮了 怎么样 好喝 康娜连连点头 又喝了一大口 好喝是肯定的 这可是校长的宝贝 凯尔晃了晃手里一个银色的茶罐子 这个罐子 同样也是一件不错的魔法物品 作用和你可之前送给他的那个盒子差不多 而且 材料也很珍贵 和格兰芬多宝剑是一样的 都是妖精特有的密质纯银 凯尔粗略估计了一下 像这磨大的一个罐子 大概需要一万枚银锡 可反复容炼提纯才行 价值不菲 这是校长送你的 康娜又喝了一口 并惊叹于凯尔总能从校长那里 弄到一些好东西 不 他才不舍得呢 凯尔摇了摇头 淡淡地说道 这是我抢来的 什么 抢来的 康娜被枪了一下 拿着杯子的手盾了一下 不可思议地看着凯尔 是啊 抢来的 凯尔说 不过你放心哈 莫是的 我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他总得表示一下吧 而且 这也是他默认的 凯尔的话并非没有道理 从八楼到礼堂这段路可不算近 如果邓布里多想的话 是完全能追上凯尔的 但他并没有这魔作 甚至他都没有追出校长事 不然的话 这罐子早就被他抢回去了 得到了凯尔的保证后 康娜这才安心不守 不过看着手里的杯子 他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敢明目张胆地 抢邓布里多校长的东西 还能拿出来显摆的 凯尔应该是第一个了吧 康娜心里想住 时间很快进入十二月份 不知不觉间 外面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 和凯尔想的一样 邓布里多也没有来要回他的茶罐子 当然 凯尔也没有在霍格沃茨里见过他 或许就像邓布里多在校长室里说的那样吧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凯尔最近也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观察着 德拉克马尔福 但他的表现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 每天除了日常上课 就是找哈利的麻烦 就好像只有跟哈利吵过一架 这一天才算是圆满一样 除了马尔福 凯尔还要应付另外一个人 斯拉格霍恩 不知道他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知道魔法部已经取消了和霍格沃茨之间的飞路网 这下 凯尔之前用来拒绝参加晚餐会的理由就用不成了 于是 各种勤俭 隔三差五得就会被人送过来 虽然凯尔已经仅可能找别的借口了 但也架不住斯拉格霍恩一周举行五次晚餐会啊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了几次 说是晚餐会 但其实就是几个人围着斯拉格霍恩坐在一起 听他说着 过去教过的学生里 有谁获得了什么成就 又有谁给他送了什么礼物 然后按照流程 大家就一起发出惊叹的声音 每次都是这样 相比之下 晚餐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环节 凯尔去了几次 回来后第一时间都是直奔厨房 没办法 在那儿是真吃不了什么东西 他还算好的 毕竟贺妻怕其公共休息室离厨房跟进 想吃东西随时都能来 但哈利和贺敏就不行了 斯拉格霍恩每次结束晚餐会都是卡住宵禁的时间 他们根本没时间绕路往厨房来 幸好还有个罗恩能从礼堂给他们打包带点东西 等回去后在壁炉里烤一下就行了 虽然味道差一点 但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第736章 圣诞节邀请 进入12月份之后 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 在某一天的早晨 人们突然发现黑壶上已经接了一层厚厚的冰 雪花在窗外飞舞 打在窗户上发出一阵琵琶声 圣诞节转眼将至 海阁像往常一样 独自搬来了12棵高大的圣诞树 用来装饰礼堂 楼梯的栏杆和走廊 也都被冬青装饰一新 整个城堡到处都充满了节日的气息 这样下去不行啊 草药刻上 凯尔用魔杖指挥着一只手套 在桌子上跳来跳去 一边郁闷地说道 我必须想个心的 能摆脱斯拉格霍恩的借口 他是晚餐会 我是一天都不想去了 真像你说的那魔无聊吗 康纳好奇地问道 从上次舞会来看 应该不至于吧 那时候是人多 我们可以躲着他走 但晚餐会只有七八个人 只能在那坐着 凯尔叹了口气 这么说吧 有些人是真喜欢 比如斯莱特林的 达弗尼格林格拉斯 尼里森·博斯德 还有格兰芬多的 考迈克·麦克拉根 他们就很喜欢 自己鼻涕虫俱乐部成员的身份 而且恨不得每天都有晚餐会 礼堂人多 虽然不确定有没有用 但也算能给凯尔一点安全感 尼可 怎么会呢 邓布利多校长 凯尔眼神飘忽 脚步有意无意地 往礼堂门口方向挪了挪 嗯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但问题 是他现在躲邓布利多 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自己送上门去 校长不行的话 教授其实也可以 那你找斯内普教授啊 康纳再次建议到 刚好你可以说和我一起被关禁闭了 但下一秒 邓布利多却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神态自若 就好像从来没有动过一样 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 普林斯小姐 听到两人说话的邓布利多走过来 耐心地解释道 这些限制并非单独的魔法 而是出自城堡本身 校长有一些特别的权限 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在城堡里才行 凯尔丝毫没有停留 果断地一个转身 就要往城堡外面跑 可以 邓布利多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 他再次小跑着追上去 教授 您就不问问我准备带谁去吗 一旁的康纳被吓了一跳 他看了看邓布利多刚才的位置 似乎很疑惑他是怎么消失 又一瞬间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的 不需要 邓布利多走进礼堂 心怀恶意的人是看不到庄园大门的 哪怕有人带着也无法进入 下课后 离开温室的凯尔第一时间回到城堡 准备去找麦格教授 看能不能让他在今天下午关自己一次禁闭 一身紫红色的长袍 银色的长胡子 肩膀上还站着一只凤凰 邓布利多就好像特意在等他一样 康纳恍然地点点头 等等 教授 凯尔犹豫了片刻 突然上前叫住了他 问道 我能带一个人去吗 但问题是 这种方法一次两次可以 次数多了 凯尔也不好意思一直去找他们 不用怀疑 就是幻影一行 凯尔小声解释道 还记得吗 之前泰克罗斯说过 校长可以临时取消城堡里的限制 这样 我们才能在学校练习幻影一行 邓布利多似乎很不想见到凯尔 说话也是能省就省 说完后 更是连一秒钟都不多待 立刻就准备离开了 凯尔妈撒着魔杖 片刻后突然摇了摇头 算了 不想了 但对于我来说 我宁愿被一个教授关半天禁闭 可还能怎么做呢 然后邓布利多目光一转 看向凯尔 脸上的笑容又迅速消失不见了 现在最要紧的 事先找个借口 把晚上的圣诞节舞会糊弄过去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再说 哦 对了 这时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上次你 这魔干脆 最简单的肯定是找校长 只要邓布利多想 就肯定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理由 真不知道是谁的嘴那么快 好端端的大马告诉他 学校和魔法部之间的飞路网被取消了 他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但他刚跑上阶梯 就看到门厅里站着一个熟悉的人 嗯 邓布利多说 你可邀请你 今年去他的庄园里过圣诞节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还是和上次一样 具体过程你都知道 我就不重负了 邓布利多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摇摇头说 不是我找你 是妮可 随时都可以 康纳问道 笼罩整个城堡的魔法 不应该很复杂吗 还是那句话 对他来说 斯内普的禁闭和斯拉格霍恩的晚餐会都差不多 很难评价 哪个更好一些 弗利维教授 麦格教授 跟他们商量一下 随便找个由头官 自己一天禁闭什么的 应该也不难 他语气平淡地说道 就好像之前从来不认识凯尔一样 甚至话音中 还夹杂着一阵细微的磨牙声 啊 虽然我不喜欢 但也不至于到这一步 凯尔婉拒道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这下 凯尔反倒是好奇起来了 看来你很不想见到我呀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东西忘在温室里了 回头现教授 凯尔语速飞快地说 当邓布利多转头看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跑出礼堂来到门厅了 速度一点不比幻影移形差多少 门厅里 康纳看着笑呵呵跑回来的凯尔 问道 所以 你这个圣诞节假期 决定去尼可乐梅的庄园了 是啊 真是及时 总算是不用去参加什么圣诞舞会了 凯尔点点头 随后说道 我们先回公共休息室吧 现在礼堂里不安全 待会儿再来 有邓布利多在 礼堂现在 大概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吧 当然 只是对其他人来说是这样 不过康纳 也没有戳穿凯尔 而是跟着一起往前走去 在来到厨房所在的走廊上时 他表情有些纠结 似乎在等凯尔说什么 但凯尔偏偏就是不提 犹豫了很久后 他才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准备和谁一起去啊 什么和谁一起 就是去这个圣诞节啊 康纳小声说 你不是问邓布利多校长 能不能带一个人去吗 这个啊 凯尔说 塞德里克 康纳的表情迅速变得失望起来 但下一秒 就听凯尔画风一转道 昨天给我送来了一封信 说是在圣诞节假期的时候 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来着 现在看来 我得失约了 还有 你最好赶快去找斯内普教授 取消禁闭 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 出发 我们 康纳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当然是我们 我总不可能带塞德里克去吧 凯尔笑着说 你难道不想去尼克的庄园看看吗 我敢保证 那里真的很有意思的 康纳的表情再次发生了变化 点点头 高兴地朝斯内普的办公室跑去了 凯尔并不担心斯内普会拒绝 除非他脑子被权益磨吃了 才会拒绝让康纳去尼克勒梅家里做客 与此同时 凯尔也没有再准备回公共休息室了 他转了个弯 朝楼上走去 他来到斯拉格霍恩办公室 也要准备明天去献尼克勒梅为借口 推掉了今天的晚会 什么 你刚才说 要去谁家里做客 听到凯尔的话后 原本还很淡定的斯拉格霍恩 蹭的一声就站了起来 激动地说道 是那个活了六百多岁 著名的炼金术士尼克勒梅 如果没有第二个炼金术士 叫尼克勒梅的话 我想是的 凯尔点头道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能看到斯拉格霍恩 整个人激动地浑身发抖 眼珠子都红了 也不怪他这样 那是尼克勒梅啊 他做梦都想和对方献上一面 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 不说话都行 但可惜的是 这个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 现在突然听说 凯尔能去他的庄园里做客 斯拉格霍恩 怎么可能不激动 哦 能带上我一起吗 他脱口出道 抱歉教授 凯尔摇了摇头 我也是被邀请的 这个无法做主 啊 是了 的确是这样 斯拉格霍恩 看上去有些尴尬 似乎同样默想到 自己会说出刚才那种失礼的话 你误会了 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的意思是 嗯 待我向尼克勒梅先生问好 我会的 凯尔说 纳摩教授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呢 当然 没问题 斯拉格霍恩忙不迭地说 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哪怕提前一天时间去准备也不够 好了 快回去吧 凯尔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在门厅里 康纳已经提前在这里等着了 怎么样 你去找斯拉格霍恩了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询问道 是的 凯尔率先说道 我一会儿就不需要去参加圣诞节舞会了 你呢 斯内普教授同意了 康纳高兴地说 虽然看上去有点不情愿 但他还是同意了 而且还给我准备了一份给勒梅先生的礼物 说着 康纳拿出了一个瓶子 和弗林记的瓶子差不多大 但里面装着的是一种金红色的东西 这是什么 凯尔好奇地问道 凤凰魔药 康纳回想了一下 说道 斯内普教授说这是用凤凰涅槃后留下的灰烬熬制成的 而且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两年 凯尔扎了扎嘴 弗林记也才不过半年时间吧 这玩意儿居然要两年 虽然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魔药 但就充他熬制的时间以及材料 就知道这绝对是个好东西 但很快凯尔就想到 自己好像 似乎 并没有给妮可准备圣诞礼物 包括前几次也一样 他非但没有准备礼物 反而还给妮可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虽然妮可看上去也很喜欢那些工作 但和斯内普准备的东西一对比 他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过凯尔也默想那么多 两人一起来到礼堂 他们还碰到了正在门厅里不断徘徊的哈利 他也不想参加斯拉格霍恩的舞会 但却想不到什么有用的借口 不过他旁边的罗恩倒是挺兴奋的 圣诞节晚宴还是一如既往的丰盛 虽然礼堂少了一些人 显得比往年空旷了不少 但这却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第二天 因为伏地魔和食死图的关系 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留在霍格沃茨过这个圣诞节假期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决定回去 德拉克马尔福就算其中之一 而且他是最着急的 一大早就离开了城堡 还有哈利他们一行人 维斯莱夫人早在开学之前 就已经邀请他们回格里默广场12号过圣诞节了 当然 这些和凯尔都没有关系 在其他人都去霍格莫德站台的时候 他已经带着康纳来到了城堡侧边的一处场地上 我们要怎么过去 康纳看上去有点紧张 幻影一行吗 还是门钥匙 都不是 凯尔说 妮可的庄园和霍格沃茨一样 都禁止幻影一行 另外 门钥匙也不可以 除非是妮可 自己制作的 但邓布利多教授并没有给我那个 他朝远处看了一眼 哦 海格来了 康纳转过头 果然看到 海格正穿着他那件巨大的岩鼠皮大衣 朝这边走过来 他旁边还跟着一辆被叶琪拉着的马车 嘿 凯尔 隔着老远 海格就开始挥手了 等他过来后 直接就把手里的缰绳递了过来 还是之前的叶琪 他知道路 海格压低声音说道 我本来还想邀请你圣诞节假期的时候 和我一起去教导格罗普呢 他现在进步特别大 但你肯定更愿意去那个地方 是不是 凯尔只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其实 就算没有尼可乐梅的邀请 他大概率也是跟哈利他们一起回去 或者留在城堡里陪康纳 而不是和海格一起去献他那个巨人弟弟 别的不说 巨人周围那个味道 就不是一般人能顶得住的 也就路维可能会喜欢 凯尔接过缰绳 等康纳坐进马车里之后 他也跳了上去 海格凑到叶齐耳边轻轻说了句什么 叶齐立刻往前跑了两步 张开翅膀飞了起来 纳摩 圣诞快乐 海格在下面挥了挥手 圣诞快乐 凯尔说 叶齐越飞越高 很快 海格的身影就变成了一个模糊小黑点 这时 凯尔便走进了身后的马车里 康纳看着窗外 脸上带着难掩的激动和兴奋 我从来没有乘坐过这样的叶齐马车 他说 这种感觉太棒了 叶齐带着他们 很快就追上了下面冒着蒸汽的霍格沃茨特快 几乎是一眨眼的时候 就把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但就算是这样 车厢里的两人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颠簸 平稳地 就好像一直停在原地没有动过一样 凯尔之前就乘坐过一次叶齐马车了 比康纳要淡定得多 马车一路穿过云层 不知不觉见 周围就多了一层薄薄的冰晶 似乎是觉得有点冷了 康纳放下窗户 转身看向凯尔问道 尼克庄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很有趣 凯尔想了想 你在那里见到的每一样东西 包括墙壁 天花板 桌椅壁炉 甚至是浇花用的水壶 都是炼金物品 他们就和霍格沃茨里的画像一样 能说话 也能自己移动 真神奇 康纳眼睛里闪着光 我有点紧张 他突然说道 怎么了 你说 尼克勒梅先生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的性格怎么样 康纳说 他已经六百多岁了 会不会很严肃 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件更加正式的衣服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 本来他穿的是莫娜摩花哨的礼服长袍 但在出发前 凯尔坚持让他换上了普通的衣服 不用这么麻烦 你可不在意这个 凯尔摆了摆手 而且你穿礼服长袍过去 才会让他觉得不自在 可是 斯内普教授不是这么说的啊 康纳小声说道 他昨天告诉我说 越是年龄大的巫师 就越在意这个 斯内普 凯尔淡淡地说 他见过尼克吗 康纳摇了摇头 那就对了 他又没陷过 乱出什么主意 凯尔不懈地说 他说的那些 只适用于一般的巫师 活了六百多岁的 尼克什么莫陷过 早就不在意 那些所谓的礼仪了 就是怎么舒服 怎么来 包括和他说话的时候 也不需要叫什么先生 他更愿意别人叫他尼克 是这样吗 康纳有些怀疑 不是不相信凯尔 主要是 这和他想的不太一样 相信我就对了 凯尔说 还有 其实你之前就已经见过他了 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什么 我见过尼克勒梅先生 康纳瞪圆了眼睛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记得 等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 凯尔笑着说 第七百三十七章 凤凰魔药 德文俊 当夜骑马车终于停下来后 康纳整个人都待住了 他看着眼前的庄园 一度怀疑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霍格沃茨 毕竟谁家能在门口 摆两条几十英尺高的火龙啊 就连霍格沃茨的大门上 也不过只是长着翅膀的油猪而已 凯尔很理解康纳的心情 毕竟他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 请跟金塔塔 汪汪先生最近有些暴躁 负责给他们带路的 依旧是家杨小精灵塔塔 汪汪先生 康纳有些疑惑 这里不是尼可乐梅的庄园吗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又是谁 也和他们一样是来这里的客人 但这个名字也有点太奇怪了吧 哦 那个就是 你们千万要小心一点 小精灵塔塔伸手指了纸花园的方向 康纳好奇地看过去 但他却并没有看到那里有人 或者说这偌大的庄园里 就只有他们三个人而已 他就是汪汪先生 小精灵再次指了纸草坪 他发明了很多不同的模样 但人们似乎只记住了幸运药水 尼可说 我记得他还留了一份手稿 在我这里 但时间太久 我忘记放在哪里了 你可以让塔塔帮忙找一下 谢谢先生 我之前一直想到谢来着 但一转身您就不现了 康纳有些激动地说 他晃了晃凯尔的胳膊 之前就是他把我带回了霍格沃茨 哦 你们终于来了 尼可躺在一张折叠椅上 依旧穿着他那身惹眼的大花衬衫 笑着冲他们挥了挥手 快点 把你们身上那些厚重的斗篷都脱了 不觉得热吗 这并不难猜 凯尔说 岁数大的巫师不少 但轻轻一碰 就会骨折的 就莫纳膜常见了 这是哪 凯尔问道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晴空万里 和外面阴沉的天空 截然不同 而且还是不时会吹来一阵 带着弦味的威风 康纳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凯尔带着他走近了 他才突然看清了妮可的样子 凯尔拿出魔杖 在康纳衣服上点了一下 原本的厚长袍 立刻变成了夏天的款式 这是怎么回事 康纳疑惑地问道 他感觉自己有点听不懂 两人在说什么了 只是妮可在炼金术上的成就太大了 往往会让人们下意识 忽略掉他另外的能力 凯尔耸耸肩 如果你正模认位的话 那就算是吧 夏威夷 你也知道 英国的天气 对我这个岁数的人 实在不算友好 他敲了敲旁边的桌子 一棵椰子树拔地而起 宽大的叶片刚好挡住他头顶的阳光 虽然在路上的时候 他就听凯尔说起过这里的情况 但那毕竟是听说 在亲眼见到之后 还是很震撼 凯尔眼神有些飘忽 这次康纳终于看出来 他指的是草坪中间 一个好像燕尾狗一样 正在撒欢的除草机 而且除草机每一栋一次 都会发出一阵响亮的 嗡嗡 声 小事一桩 妮可笑着说 真不可思议 康纳小声说道 就在她想着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旁的妮可 适时地帮忙转移话提到 叫我妮可就行 不需要那么正事 我记得当时遇到你的时候 你说自己刚参加完 非凡药剂师协会的考核 没错吧 凯尔 你的话 未免也太伤人了 妮可不满地说道 分明是你们的力气太大 谢谢 凯尔松了口气 听她这磨一说 凯尔还真有点热了 其实仔细想想就能知道 对于一个活了六百多岁的巫师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 是她不会的 你带康纳去我的葬书室 妮可说 她看向康纳 我记得七哥蒙特巴奇 曾送过我一本她自己编写的魔药书籍 你应该会很感兴趣的 凯尔走到她身边坐下 好奇地问道 妮可 你真有七哥蒙特巴奇的手稿 等等 这时 康纳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你早就知道 帮我的人是妮可个梅先生 但却一直没有告诉我 除此之外 还有会自己浇花的水壶 主动捡落叶的手套 一把长柄刷子 把自己弯成一个惊人的弧度 一路小跑着 来到他们乘坐的马车前 主动帮着 刷起了车厢 是的先生 嗯 我是说 妮可 康纳还是有点不习惯 直呼妮可的名字 凯尔扎了扎嘴 她这时才想起来 之前浸泡魂器用的那种古代魔药 就是妮可制作出来的 由此可见 她肯定也精通魔药 凯尔也学着她的样子 躺在椅子上 小精灵立刻跑了过来 有一说一 还是妮可会享受生活 暖洋洋的 确实挺舒服 当然 她研究幸运药水的时候 我还帮忙出过主意呢 你可说 网里面加入三个月大的独角兽血 就是我提出来的 刚好帮她解决了 药剂无法冷却的问题 既然这样的话 塔塔 天花板 凯尔伸手指了指 霍格沃茨里堂的天花板 能对应外面的天气 这里的更神奇 能显示任何一个地方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可靠坐在折叠椅上 悠闲地说道 你送来的那些魂器 都已经处理好了 你随时都可以带走 既然走进庄园的屋子 齐格蒙特巴奇 康纳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是发明弗林记的那位 魔药大师吗 听到还有弗林记的手稿 康纳立刻就忘了 凯尔故意隐瞒 妮可身份的事情 迫不及待地 跟着塔塔 去了庄园里的私人藏书室 没错 就是我 妮可笑呵呵地说道 真是有缘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下康纳对尼可乐梅更加好奇了 你是 布斯巴顿的那位老巫师 康纳停下脚步 看着尼可 你研究完了 凯尔说 并没有觉得意外 在见到邓布利多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到了 尼可邀请自己过来 很可能就是因为魂器的事情 魏师摩这么说 尼可挑了挑没问道 这不是明摆注吗 凯尔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如果只是处理基建魂器 用得着这魔酒吗 凯尔一共给尼可送来了三件魂器 除了最开始的冠冕外 剩下的金杯和挂坠盒 差不多已经在这里两年了 以尼可乐梅的能力 解决魂器上的灵魂碎片 需要这魔酒吗 肯定不需要 我确实对他们很好奇 或者说 每一个炼金师都无法拒绝他们的诱惑 尼可也没有否认 只是感叹道 不得不说 四巨头的智慧 确实令人难以企及 跟我来吧 你可站起身 迈着小碎步来到了距离最近的一扇门前 他推开门 里面是一间巨大的实验室 差不多有霍格沃茨里唐纳摩大 到处都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道具 最中间的桌子上 还有一个差不多五英尺高的巨大水晶球 而金杯和挂坠盒 就放在靠墙的一个架子上 凯尔一眼就看到了他们 等一下 尼可把手放在门边一个好像装饰品的柱子上 随着他轻轻转动柱子 整个房间也开始转动起来 很快 原本在面对的架子就出现在了他们旁边 凯尔看着上面的两样东西 和冠冕一样 当不再是魂器之后 他们也终于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在古灵格金库里找到金杯的时候 他暗淡的就好像蒙着一层擦不掉的灰尘 就算放在旧货商店里 恐怕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 但现在即便是在昏暗的房间里 却也是闪闪发光 璀璨夺目 还有挂坠盒 上面有宝石组成的小蛇颜色 也不再单调了 变得明暗闪烁着 栩栩如生 我试着复刻过这两件东西 但全都失败了 你可说 不得不承认 四巨头确实令人难以企及 连金杯也失败了 凯尔愣了一下 我记得你不是说过 金杯只是能源源不断地变出美酒吗 这好像并不难吧 他之前就做过一个类似的羽毛笔 能够自动填充墨水 虽然和金杯比肯定要简陋不少 但至少原理是一样的吧 连他都能做到 更别说你可乐没了 不行 你可摇了摇头 虽然我也可以制作出一个类似的酒杯 但却不能保证 上面的魔纹在被魂器侵蚀后 也依然不变 魂器会改变一件物品的本质 这一点凯尔自然也是知道的 也就是伏地魔眼光高 要是他随便选一件 素季羽毛笔当作魂器的话 在清除掉灵魂碎片的同时 魔法效果也会随之消失 变成一根普通的羽毛笔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魂器真是素季羽毛笔的话 好像也不需要费这魔大镜了 直接就有更简单的办法来解决 当然了 妮可继续说道 如果多用一点时间的话 也不是不行 但我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只是照着做而已 就算我真的复刻出来 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他挥了挥手 金杯和挂坠盒立刻飘到了凯尔手里 现在 物归原主 谢谢 凯尔看着手里的东西 犹豫了片刻后问道 尼克 你说 他们会不会像冠冕一样 也带着斯莱特灵和赫奇帕奇的记忆 我也这摸想过 但并没有 尼克摇了摇头 冠冕能承载罗伊纳拉文克劳的一部分记忆 除了他本身的特殊性外 肯定还有特殊的魔法作为辅助 而这种魔法很复杂 很可能只有罗伊纳本人才会 至于他们的作用 尼克继续说道 我之前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挂坠盒能储存额外的魔力 而金杯则能源源不断地变出美酒 事实也和我说的一样 当然 这只是他们最主要的作用 至于其他的能力 就要 靠你自己来发掘了 我必须要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如果我全都说出来的话 你会错过很多乐趣的 凯尔耸了耸肩 不知可否 虽然这魔说是没错 但前提是 必须有充足的时间 而且还有一点 他必须防着某个校长 就像尼克刚才说的 没有任何一个炼金师 能拒绝他们的诱惑 而邓布利多 恰好就是一个炼金师 另外 他还是霍格沃茨的校长 有充足的理由 把东西要走 之前他可能不好意思这么做 或者说不好勉强 但现在嘛 说真的 凯尔也不敢保证 他还会不会在自己面前 维持一个校长该有的矜持了 之后 尼克又带着凯尔 参观了一下他的这间实验室 凯尔也趁机询问了一些 在炼金树上遇到的难题 当两人离开房间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难得来了客人 塔塔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 康纳坐在桌子旁边 她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 和一摞泛黄的羊皮纸 正目不转睛地看着 康纳旁边是尼克的妻子 佩雷纳 一个同样六百多岁的女巫 亲爱的 你完全可以把她放到旁边 佩雷纳温柔地说道 他们现在是你的了 算是我们送你的圣诞礼物 你随时都可以看 抱歉 康纳有些不好意思 我看得太入迷了 可以理解 佩雷纳尔笑着说 我听尼克说过 小凯尔当初也是这样 在藏书市一座就是好鸡天 你们还真是般配 康纳完全没想到她会这魔术 脸疼得一下就红了 刚好这时候 凯尔和尼克也走了过来 佩雷纳尔 尼克看着餐桌上的两人 问道 我还以为你会留在巴黎过圣诞节呢 我只是去找了一些绣球花的种子而已 找到就回来了 佩雷纳尔说 家里已经有将近两千盆绣球花了 他最近痴迷这个 尼克小声和凯尔嘀咕了一句 接着 他走到桌子旁坐下 问道 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呢 佩雷纳尔看看康纳 又看了一眼凯尔 笑得更开心了 在聊圣诞礼物 这时 康纳脱口出道 嗯 没错 佩雷纳尔也没有戳穿 尼克 我准备把这本书 和那些羊皮纸 送给康纳当作圣诞礼物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没问题 我本来也是这摩想的 反正他们 在我这里 也没什么用 尼克说 谢 谢谢 见两人再次看向自己 康纳连忙拿出了一个小瓶子 放在桌上 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哦 尼克有些意外 他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过礼物了 主要也是因为 猫头鹰根本找不到这里 他起初并没有在意 但当他看到那个瓶子的时候 却突然愣住了 你确定要把他送给我吗 尼克意味深长地问道 是的 康纳点了点头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凤凰要紧 康纳说 没错 德确有人正魔教他 尼克点了点头 但如果我告诉你 这一小瓶魔药 能让巫师复活一次呢 复活 凯尔和康纳同时抬起了头 复活可能不太准确 严格来说 应该是抵消一次杀戮咒 尼克解释道 这种魔药最初的目的 就是为了抵御杀戮咒 但它的工序太复杂了 而且必须用凤凰自然涅槃后 留下的灰烬 所以 现在几乎找不到了 我上次陷到他 应该是三百年之前了吧 而且 这种魔药在炼金术上 也有很大的作用 用他书写出的魔纹和图符 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 凯尔忍不住再次看了那个小瓶子一眼 他之前还以为 那里面装的 只是和弗灵记差不多的东西 现在才发现 自己错的这魔离谱 能抵消一次杀戮咒 这和复活也没有区别了 换句话说 只要喝了它 人人都能是哈利 而且 还不需要任何人牺牲 所以 你可再次看向康纳 你真准备把这重珍贵的魔药送给我吗 说实话 凯尔心里都有点纠结了 但康纳却没有任何犹豫地点了点头 是的 那好 我收下了 你可拿起瓶子 哦 能告诉我 这瓶魔药是谁制作的吗 斯内普 西弗勒斯斯内普 康纳说 第738章 圣诞节礼物 西弗勒斯斯内普 你可小声重负了一遍 但却并没有在记忆里 找到这个名字 他认识的人里 和魔药有关 并且还活着的巫师 就只有一个佩加索斯萨西亚 而且 上次陷到他 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 也可能是70年 时间太久 他有点记不清了 就是霍格沃茨的黑魔法防御课教授 凯尔在旁边提醒道 啊 你可这 已经是第二次感到惊讶了 忍不住问道 现在霍格沃茨的门槛 已经这魔高了吗 一个黑魔法防御课教授 居然熬制出了 目前最复杂的魔药 霍格沃茨的教授 多着魔多才多一吗 这是不是有点太卷了 其他学校怎么活呀 不是 不是 您误会了 康纳连忙解释道 斯内普教授 一直都负责魔药课 只是今年才 担任了黑魔法防御课教授 听到康纳这魔说 你可才恍然地点了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容易接受多了 我最不缺的 就是金子 只不过 当时邓布利多知说了这些 并没有提到 那个西弗勒斯是教什么的 再加上他当时的注意力 都在凯尔手里那一部分灰烬上 也没有在意这些 我不是指这个 你可一伸手 快点 拿出来吧 要不 凯尔想了想 把金杯拿出来 放在桌子上 我把这个送你 这下一切 就都明白了 这个过程中 佩雷纳尔一直都笑呵呵地看着他们两个 并时不时将一些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拿到康纳面前 就和格兰芬多的宝剑 拉文克劳的冠冕一样 金杯就是每一个贺奇帕奇学生眼中最珍贵的宝藏 没想到在这里 他居然被嫌弃了 甚至凯尔和他一样都是一个贺奇帕奇 这时他也隐约记起来了 两年前去霍格沃茨的时候 邓布利多也在提到过西弗勒斯这个名字 还说一部分灰烬已经被他用掉了 没错 这个大小和造型 就和公共休息室那幅赫尔加和奇帕奇画像里的金杯一模一样 拿什么 凯尔一时有些莫反应过来 真是奇妙啊 尼可小生说道 随后他转过头看了凯尔一眼 嘴角一撇 不过康纳却并没有胃口吃这些 他呆呆地看着凯尔 以及桌子上那个金色的杯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 凯尔还总是打他歌剧听的主意 是的 凯尔随即说道 我记得邓布利多教授之前说过 福克斯涅盘的时候 一部分灰烬被斯内普教授拿走了 只是对你来说是这样 你可依旧不在意 我是布斯巴顿毕业的 和霍格沃茨的四巨头又没石膜关系 凯尔一下子不说话了 不是 我也没说错啊 凯尔姑浓道 他现在确实是黑魔法防御课教授 他们刚才说什么 赫奇帕奇的 金杯 是霍格沃茨的那个赫奇帕奇 你可平静地拿出那瓶魔药晃了晃 有了这个 我随时都能把它复刻出来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东西也就只是一坨金子了 金杯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足够稳定 即便被伏地魔的灵魂碎片侵蚀之后 也依旧能保存完好 而凤凰魔药在炼金术中 刚好也是最好的稳定材料 所以 尼克这魔说 还真没错 则 作为霍格沃茨的学生 他当然知道 这东西意味着什么 康纳再次看向 桌上那个金光璀璨的杯子 不要 尼克想都没想 就直接拒绝到 巫师就是不能出现对比 这什么情况 尼克怎么突然就在一起这个了 他虽然也准备了礼物 但和康纳能复活的凤凰魔药相比 他那张会演奏的歌剧海报时 再有点拿不出手啊 抱歉 我不知道 康纳转头看向凯尔 十分钟以前是这样 但现在不一样了 当时被西弗勒斯斯内谱 拿走的那一半灰烬 就是 被他熬制成了眼前的凤凰魔药 这可是喝其怕其的金杯呀 凯尔忍不住说道 你之前不是还说 他是所有炼金师都拒绝不了的诱惑吗 再看看凯尔 每次见面都会给他找点事做 而且 还是拒绝不了的那种 他这两年的工作量 比之前三十年都多 凯尔张了张嘴 整个人都骂了 可他是喝其怕其的金杯 意义不一样 凯尔试图强调他的另一方面的意义 难怪 尼克点了点头 这魔艺对比 差距立刻就出来了 礼物啊 尼克理直气壮地说 你来看望我一个六百多岁的老人 难道没有诞生蛋结礼物 看来他真的很在意你 尼克对康纳说道 顺便问一句 他用的 应该也是福克斯留下的涅槃灰烬吧 说实话 能让尼克感兴趣的东西 现在还真不多了 但偏偏第一次见面的康纳 就给他带来了一份 这魔符和心意的礼物 别管他们 佩雷纳尔 这是拍了拍康纳的手 他们心里想的 和嘴上 说的完全不一样 有些事 康纳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 但他却一清二楚 尼克不是不满意金杯 只是在戏弄凯尔而已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应该就是他前段时间 研究这两样东西的时候 太投入 以至于忘记时间 错过了一场重要的歌剧 当时尼克懊恼了好几天 本来这事 是他自己忘了 和凯尔没什么关系的 但这不是刚好赶上了吗 不过知道真相的他 并不打算制止 只是笑呵呵地看着尼克为难凯尔 就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舞台剧 凯尔自然也是不知道这些的 被尼克盯着的他 抓了抓头发 有些范畴 他没想到尼克居然连 贺奇帕奇金杯都能拒绝 什么时候 圣诞礼物还可以挑了 而且 那可是金杯呀 怎么到尼克这里 就成一坨平平无奇的金子了 不对劲 凯尔眼神闪烁了一下 不过这样也好 他本来就舍不得把金杯送出去 之前拿出来 也只是客气一下而已 到时候 尼克不好意思收 那就和他没关系了 只是他没想到 尼克非但没有不好意思 反而还看不上金杯了 虽然结果差不多 但意思却截然不同 你该不会只是想客气一下吧 尼克似乎看出了凯尔的想法 瞇了瞇眼睛说道 当然不是了 凯尔前笑了两声 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活跃一下气氛吗 其实我早就把礼物准备好了 那就快拿出来吧 尼克再次伸出手 尼克再次伸出手 饶友兴趣地看着凯尔 他心里已经决定了 不管凯尔待会儿拿出来什么东西 结果都会像刚才的金杯一样 尼克不相信 凯尔还能再拿一件特殊的魂器出来 比如格兰芬多的宝剑 但就算他真拿出来了 尼克也不认为自己会感兴趣 传说中四巨头留下的东西中 只有格兰芬多的宝剑 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炼金物品 而是妖精打造的一件武器 对于尼克来说 那重东西还不如一坨金子呢 事实也确实和他想的一样 凯尔手里已经没有魂器了 但他有别的东西啊 在尼克的注视下 凯尔飞快地把桌子上的金杯 重新收起来 又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银色罐子 这可是我从邓布利多教授那儿抢来的 凯尔一脸郑重地说道 你是不知道 为了这东西 他都半个多月末跟我说过话了 哦 尼克挑了挑眉 他并不怀疑凯尔的说法 刚才凯尔拿出罐子的时候 他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邓布利多的东西 根据每一个炼金师的习惯和特点 他们制作出来的炼金物品上 也会被打上不同的烙印 哪怕是同一件东西 不同炼金师制作出来后 细节上也会有些许的区别 这是独属于他们的标志 就相当于文章上的署名 而这个银色的罐子上就清晰的 写 祝邓布利多的名字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点 前两天他见到邓布利多的时候 对方确实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之前他并没有多想 只当是因为那个伏地魔 但现在想想 他那副表情更像是某件东西 被抢走后的郁闷 想到这一点后 尼克的表情立刻就变了 连邓布利多都觉得心疼 有点意思啊 哦 这个罐子可真精致 他笑呵呵地说道 但我有一点想不明白 什么 凯尔问道 你刚才说 这是为了给我准备圣诞节礼物 才特意从阿布斯那里抢来的 对吧 嗯 凯尔连连点头 我费了很大的劲呢 这就奇怪了 你可拿起那个罐子打量了一下 按照你的说法 这至少是半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可邀请你来做客 是我昨天才决定的 时间有点对不上啊 啊 这个 凯尔支支吾吾地说 是我在占卜课上看到的 肯定 我有预言的天赋 这就更奇怪了 尼克说 并不是我想否认你的天赋 但是凯尔 不知道你还记得 刚才在房间里看到的那个水晶球吗 那同样也是一件炼金物品 作用 是能够让我知晓 任何关于我的预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已经有五年 没有亮过了 尼克目光灼灼地盯着凯尔 还有佩雷纳尔 和康纳也一样 尤其是康纳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能让凯尔阵魔被动 就还挺有意思的 我 我刚才说错了 面对尼克的疑问 凯尔连忙改口道 其实是我看到自己会在圣诞节出一趟远门 猜到会来这里的 是吗 这就说得通了 尼克 露出一种庆幸的神色 我还以为水晶球坏了呢 那东西修起来可不容易 哦 还有 谢谢你的礼物 我很喜欢 尼克拿起桌上的罐子说道 他甚至都没有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就直接递给一旁的家养小精灵塔塔 并嘱咐他拿回去仔细收好了 那副样子 就好像生怕凯尔会反悔一样 凯尔也看出来了 但他能怎么办呢 面对一个六百多岁 还厚着脸皮耍无赖的老巫师 他什么办法也没有 塔塔的手艺很好 这顿丰盛的晚餐 一点不比霍格沃茨的晚宴差 甚至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菜品 各种口味都有 其他三人吃得都很开心 唯独凯尔 吃什么都像是在嚼干面包 但凯尔莫想到 这还只是开始 更令他寒心的还在后面呢 晚餐结束后 佩雷纳尔就带着康纳 去参观这座庄园了 这里有很多神奇的地方 会随时改变天气的天花板 让人能身临其境的歌剧听 随处可见的各种炼金物品 这在其他地方可见不住 即便康纳一心想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看完手里的书 也还是被那些神奇的地方吸引了 跟着佩雷纳尔离开了 你喜欢听歌剧吗 或者音乐会 很熟 康纳的声音听上去还有些拘谨 广伯勒算吗 我经常听古怪姐妹的广伯勒 广伯勒也不错 很适合学生 我记得我十年前 看过一次沃贝克举行的圣诞歌舞会 当时收音机的销量翻了三倍 跟我来亲爱的 我带你去看一遍现场版的 两人很快就消失在了楼梯上 与此同时 尼克也在拿着那瓶凤凰模样 迫不及待地去了刚才那奸实验室 似乎只是一眨眼的时候 这里就只剩下凯尔一个人 哦不 还有一个家养小精灵塔塔 凯尔先生 如果您用餐结束了 请让一下好吗 塔塔拿着一块抹布 仰头看着凯尔说道 凯尔下意识站起身走到旁边 谢谢先生 塔塔说 他拍了一下桌面 餐桌立刻动了起来 摆动着桌腿 和椅子一起小跑着 消失在了左边的一条突然出现的走廊里 塔塔飞快地擦干净地板 也跟着走了进去 之后走廊便凭空消失了 整个过程中 凯尔一直都在旁边看着 他知道那条走廊是通往厨房的 但却从来没去过 而且塔塔也没给他这个机会 他刚产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去厨房看看的念头 走廊就消失了 这下 周围就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无人问津 庞福这里本来就只有三个人一样 第739章 物归原主 在圣诞节假期结束之前 凯尔和康纳一直待在妮可的庄园里 这段时间里 康纳就和第一次来这里的凯尔一模一样 一进到藏书室里出不来了 恨不得从早到晚都待在里面 只有吃饭的时候 他才会在佩雷纳尔的要求下 出来那摩一小话 但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至于凯尔就简单多了 就是在庄园里溜达 顺便祸害一下他感兴趣的炼金小玩意儿 准确点来说 就是把他们拆开 再重新组装起来 两周的时间 被凯尔拆过的东西没有一百 也有八十个 作案地点更是囊括了庄园的各个角落 从花园到阁楼 再到能打开的房间 都留下过凯尔忙碌的身影 当然 这其中大部分炼金物品 最后都被凯尔恢复了原状 只有一小部分例外 比如 二楼那个用来看歌剧的房间 就在第九天的时候 出了点小故障 如果有人来看歌剧的话 就会发现 房间左边的一个角落 偶尔会闪烁一下 看上去 就好像接触不良的灯泡一样 幸运的是 之后几天并没有出凯尔外的第二个人去里面 就这样一直到假期的最后一天 这是另外一部分 妮可笑着说 要是被别人知道 我用一本书换了一瓶珍贵的凤凰模样 可是会被嘲笑的 她拿出一红一金两个盒子 红色的那个给了康纳 金色的那个泽色给了凯尔 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她总不能告诉康纳 自己一时兴起 把妮可的宝贝房间给拆了吧 这要是被她听到的话 自己今天恐怕就走不了了 妮可送两人来到花园 笑呵呵地看着两人往叶琪身上套马车 直觉告诉她 凯尔绝对有事情瞒着自己 没有 一定是你的错觉 凯尔说 我只是 嗯 想赶在晚宴前回到霍格沃茨而已 佩雷纳尔在一旁附和着说道 而且 无论凯尔还是康纳 都是很好的孩子 从他们身上 我总能感受到年轻巫师特有的活力和热情 和他们在一起久了 我总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至少一百岁 就在凯尔想用什么借口糊弄过去的时候 你可就已经迈着小碎步走了过来 不 凯尔 就算是熟悉的人 不告而别也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 康纳咒没到 而且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奇怪 似乎想快点离开这里 好在今天之后就不一样了 这次凯尔什么麻烦都没带来 等他们回去霍格沃茨之后 他也就能和之前一样 在优美的歌剧中消磨时间了 是的 尼可 康纳连忙说道 谢谢您这次的邀请 我们最好快点出发 你没忘记什么东西吧 凯尔说 真是难的 尼可就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那些东西 很矛盾 但却是他的真实想法 而这时候 凯尔和康纳也已经把车厢套在了叶齐的身上 不用客气 尼可摆了摆手 对了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圣诞节礼物 虽然有点晚了 但也算来得及 见凯尔都这么做了 康纳犹豫了片刻后 便也点了点头 收下了那个盒子 别拒绝孩子 收下就好 所以 最好还是趁现在莫人发现的时候 尽快跑路 没有 康纳摇了摇头 但我们不需要和你可他们道别吗 是啊 这里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但偏偏这些都是你可自愿的 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 没有任何一个炼金师 在面对拉文克劳冠冕的时候 还能保持淡定的 金杯和挂坠盒也是一样 康纳还想说什么 但却被尼可打断了 尤其是麦克菲尔那个家伙 他肯定会把这件事传的人尽皆知 后来再见面的时候 凯尔又给他弄来了 喝气啪气的金杯和斯莱特林的挂坠盒 他不得不又忙活了很长时间 甚至因此错过了一场重要的歌剧表演 这天一大早 凯尔就和康纳来到外面的花园 准备乘坐夜骑马车返回霍格沃茨 可现在还是早上呢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康纳狐疑地看了凯尔一眼 可是 尼克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他摇了摇头说 在这一点上 你应该学一下凯尔 除非他从来没见过 那 好吧 不 佩雷纳 你误会了 你可摇了摇头 我的意思是 凯尔男的没有给我找一些额外的事情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次先到凯尔的时候 他悠闲平静的生活就会被打破 最开始的时候 凯尔带来了拉文克劳的冠冕 他推掉了一切计划 在实验室里待了好几个月 圣诞节礼物 康纳疑惑地说 但我已经收到了呀 那本书和手稿 而在此之前 他上一次打开实验室的门 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都是老熟人了 不用 凯尔说 康纳下一时地转头 却发现 凯尔已经很自然地 将那个金色的盒子收了起来 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哦 还有最费时费力的 那个千年前的时间转换器 同样也和凯尔有关 这就对了 你可笑着说 不过你要记得 必须亲自打开它 这点很重要 好的 我记住了 康纳点点头 之后 你可后退了两步 和佩雷纳尔一起目送着两人登上马车 再见 佩雷纳尔挥了挥手 我记得你们明年就毕业了吧 到时候随时都可以再来做客 凯尔和康纳也从车厢里的窗子探出头 朝两人挥了挥手 接着叶齐张开翅膀 慢慢伏下身子 又猛地向上冲去 马车以一个陡峭的角度瞬间冲入云霄 朝着霍格沃茨的方向飞去 这时再往下看 已经没有了庄园的痕迹 只能看到一片布满石头的空地 这是赤胆中心咒 也是妮可庄园罪的防御手段之一 凯尔解释道 如果没有人带领 就算我们现在掉头回去 也找不到庄园的入口 我听说过这个 康纳说 对于妮可庄园 有这种特殊魔法保护的情况 凯尔之前就跟她说起过 而且在见识过那里的神奇之后 她也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别的不说 只是那一间私人藏书室 就能让无数屋失去之若物 如果这里的位置暴露了 绝对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找上门 在这重情况下 一些保护魔法就很有必要了 不过现在 他们并没有心情讨论这个话题 重新回到车厢里之后 两人的视线不约而同地落到了 你可刚才送来的两个盒子上面 你觉得这里面会是什么 康纳看着手里的盒子 忍不住问道 盒子很普通 就是常见的礼物包装 上面还用同样的红色彩带绑着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要是出现在礼物堆里 凯尔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多看第二眼 不清楚 他摇了摇头说 想知道的话 你打开看看不就行了吗 现在可以打开吗 康纳还有点紧张 为食魔不能 凯尔说 你可幽默说 必须回到霍格沃茨才能打开 康纳想了想 发现你可确实默说过 现在距离到霍格沃茨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康纳实在太好奇了 只是略微思索了片刻 就拆开了盒子上的彩带 一时间车厢里安静地出骑 凯尔甚至连呼吸都放缓了 目不转睛地看着康纳 缓缓打开手里的那个盒子 盒子被打开了一条缝 凯尔刚想凑上去看清楚 就见一道红色的光 从里面窜了出来 红光就好像一个灵活飞贼 在不大的车厢里跳动着 随后猛的一个转身 落到了康纳的手腕上 等凯尔反应过来的时候 红光就已经消失不现了 与此同时 康纳的右手手腕上 却多了一个闪闪发光银色的手镯 手镯造型精致 是一只手尾相连的凤凰 通体亮银色 只有眼睛是红色的 凯尔认得那东西 魔法石碎片 这是什么 你可说 这东西能帮我承受两次杀戮中 康纳轻声说道 啊 他什么时候说了 凯尔好奇地拿过那个盒子 朝里面看了一眼 盒子里是空的 没有任何字条和说明 我刚才听到了他的声音 康纳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就在盒子打开的时候 好吧 凯尔也没有在意 只是若有所思地说道 看样子 他是把凤凰魔药又还给你了 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凯尔停顿了一下 突然意识到 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凤凰魔药是复活 手镯的作用却是抵挡 很难说 这两种效果哪个更好一些 但手镯的优势却很明显 他能用两次 能抵挡杀戮咒的炼金物品 会不会有点太贵重了 康纳看着自己的手腕 上面的凤凰正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 飞舞转动着 看上去就好像活过来了一样 莫关系 你可不缺这点东西 凯尔说 而且 现在就算你想 也还不回去了 怎么会 康纳伸手就要把手镯取下来 然而 原本平静的凤凰 这时却以一种很快的速度 在他手指尖油冻住 让康纳抓了个空 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腕处 康纳试了几次 结果都是如此 哈 凯尔在旁边看着 梅忍住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 康纳转头看着他 没 没失魔 凯尔摇了摇头 他当然不能说 康纳刚才的样子 就好像是一个 别角的找球手 几次三番 想抓住金色飞贼 但都被溜走了 行了 你就收着吧 凯尔连忙转一话提到 反正这也是用你带来的东西制作的 算是物归原主吧 可那是送给你可的呀 莫关系 他应该也留了一部分 凯尔解释道 如果只是刻画魔纹的话 用不了太多的 在凯尔的解释下 康纳也渐渐接受了这个特别的礼物 他打开一点点窗户 阳光从外面照进来 落在凤凰的身上 原本的银色变成了一种浅浅的金红色 宛如真正的凤凰一样 真漂亮 康纳眼睛都一不开了 抛开他 抵挡杀戮咒的作用 不说 这个造型 就能俘获无数女巫的心 凯尔 我记得你也跟你可学过练金术吧 康纳好奇地问道 你是不是也能做出这种厉害的东西啊 当然可以 凯尔点点头 但声音里却隐隐透着几分心虚 康纳这模相信他 凯尔是很高兴的 但有一说一 相信得有点过头了 凯尔学练金术才多久啊 满打满算也就几年 而且练金术不同于学校里的课程 它更像是一个窄口瓶 越往里走 能看到的未知领域就越大 这时候去碰瓷尼克 多少有点太自不量力 他甚至觉得 邓布里多多不见地 能做出这种造型的东西出来 不过在康纳面前 他不能承认就是了 反正这里就他们两个人 凯尔一点都不担心被戳穿 康纳又看了一会儿 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凯尔 你的礼物是什么 快打开看看 说不定也是这个呢 听康纳这模一说 凯尔的心 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了 尼克送他的会是这种 能抵挡杀戮咒的东西吗 凯尔也不确定 他把自己那个金色的盒子拿出来 深吸一口气 有些激动地 拆开了上面的绑带 没有东西 从里面跳出来 凯尔也没有听到尼克的声音 种种迹象表明这 就是一个普通的盒子 里面铺着一层天鹅绒软垫 软垫上放着一个金色的 和小镜子差不多大的东西 这是什么 怀表吗 康纳凑上前 看着和子里的东西疑惑道 奇怪 他怎么有五根指针 不 不是怀表 凯尔表情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这是时间转换器 时间转换器 没错 凯尔沉生说道 而且 还是一千年前的时间转换器 这东西 他简直太熟悉了 当初就是因为这个 自己才能在密室里面见到霍格沃茨四巨头 只不过这东西后来坏了 而且坏得很彻底 邓布利多就把他送到了尼克那里进行修理 大概几年前吧 为了满足启动时间转换器需要的庞大魔力 尼克还特意来霍格沃茨 借走了他的那一小瓶涅盘灰烬 凯尔把手里的时间转换器换了一个位置 透过两侧镂空的缝隙 能清楚地看到里面闪烁出的红光 魔法石 虽然小了很多 但也是完整的 能点石成金 制作长生不老药的魔法石 很显然 经历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尼克终于把它修好了 但凯尔想不通 他为石魔要把时间转换器送给自己 不是应该送给邓布利多吗 难道邓布利多已经用过了 凯尔思索了一会儿 又摇了摇头 应该不会 如果邓布利多使用过这个时间转换器 那之后他一定会表现出来的 不管是失落还是开心 又或者是别的什么 总归是要和平时不一样的 但在他的记忆里 邓布利多一直都是那样 从来没有任何改变 而且从魔法石的颜色上来判断 也没有任何被使用过的痕迹 这就奇怪了 明明是邓布利多欣欣念念的东西 尼克为什么要送给自己呢 莫道理啊 凯尔下意识拿出那张 能和你可怜系的羊皮纸 想要问个清楚 但刚一低头 他就看到了羊皮纸上 正凭空冒出来大段文字 另外 从自理行间中 还能清楚地感受到 对方此时有多生气 这是什么 康纳看着羊皮纸 好奇地问道 没试摩 假期的魔咒课 作业而已 我刚才拿错了 凯尔说 不动声色地 把羊皮纸又收了回去 把它放到了 变形西皮带的最底下 算了 现在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还是另外找时间再问吧 第740章 前往格里莫广场12号 夜骑马车 穿过大片的云层 一路急迟 很快就将底下的村落建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大概是因为熟悉路程了 回程比来的时候要快得多 很快 他们就离开了德文郡所在的区域 你要现在回霍格沃茨吗 在临近伦敦的时候 凯尔突然问道 什么意思 康纳看着他问 你不准备回去吗 我有事要去一趟对角巷 凯尔说道 现在就去 康纳咒没到 对 现在 凯尔停顿了片刻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如果先回到霍格沃茨的话 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到时候再去对角巷时间就太晚了 而现在刚好就在伦敦附近 正好可以顺路去一趟 可凯尔又不是很放心 让康纳一个人乘坐马车回学校 邓布利多同意康纳去尼可的庄园 其实就已经表明他的态度了 就算康纳暂时还没有加入凤凰社 凭借着斯内普这一层关系 他也是有资格知道这里的 当马车停稳后 还没等两人从上面跳下来呢 外面就传来一个的冷漠声音 查理先是一愣 随后眯起眼睛 也不说话 就这摩爷鱼的看着凯尔 隐藏咒 虽然有点粗糙 但这里是伦敦 足够了 走吧 快点 查理说 他率先走上石头台阶 一把推开房门 冲着里面大声喊道 食死图可不知道这个地址 查理和凯尔拥抱了一下 妈妈要是知道你们过来 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早该想到的 这种马车 一看就是霍格沃辞的 他们机十年都没有换过了 凯尔来到车厢外面 对叶齐轻声说了几句话 不是我想扫兴 凯尔 但这里毕竟是凤凰社的总部 你把这个姑娘带来 邓布里多笑长知道吗 凯尔 维斯莱夫人先是一愣 随后下意识地看向查理身后 格里默广场12号 凯尔说 这样应该就能确定 我不是其他人用复方汤计伪装的了吧 半个小时前刚回来 查理点了点头 但马上他又有点犹豫了 把凯尔拉到旁边 小声询问道 小点声 查理 维斯莱夫人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 你不是应该在外面负责警戒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离午饭时间还有一会儿呢 马车穿过伦敦上空灰蒙蒙的云层 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达到了目的地 好吧 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查理只是稍加犹豫 就同意了凯尔的说法 我们刚好路过 凯尔就像是默看到他的表情一样 自顾自地说道 弗雷德和乔治他们在吗 妈妈 你快看看谁来了 好啊 当然可以 康纳笑着说 没有丝毫犹豫 声音有点耳熟 原本正在朝霍格沃茨飞行的叶齐 突然一个转身 带着马车 朝伦敦方向飞去 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凯尔想了想说道 跟我一起去怎么样 我们可以顺路去伦敦吃午饭 凯尔 查理惊喜地说道 你怎么来了 他连忙跑过来 但却并没有收起自己的魔杖 凯尔拿出魔杖 在车厢上敲了一下 车厢周围 立刻被一层石码东西挡住了 那你还用魔杖对着我们 凯尔说 不是 妈妈 是凯尔来了 查理解释道 放心吧 凯尔说道 这就是叶齐马车的另一个好处了 麻瓜是看不到这种特殊魔法生物的 就像他们看不到射魂怪一样 至于车厢就更简单了 别紧张查理 是我 凯尔先把手伸出车厢 表示自己并没有拿魔杖后 才把身体探了出去 一个看上去有些年代的广场上 康纳略显紧张地点点头 是谁来了 出来 别拿魔杖 等等 康纳想到了什么 伦敦的人可不熟 万一麻瓜看到马车怎么办 跟我来吧 他朝康纳挥了挥手 主动走到最前面 做好准备 凯尔对康纳说道 这里同样有赤胆中心咒的保护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凯尔说 不过 我可以保证 康纳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毕竟在魔法界 叶齐马车也是很少见的 算是最顶级的出行工具了 凯尔担心 他会被愈发猖獗的死图注意到 没办法 职责所在吗 再怎么样 也是要确认一下的 查理笑着说 那魔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去哪儿 这时 康纳也从车厢里走了出来 那就这魔说定了 哦 凯尔 亲爱的 这还真是一个惊喜 接着 在康纳震惊的眼神中 一座房子凭空膨胀出来 把两边写着11号和13号的房子 都挤开了 他快步走过来 先是看了一眼查理 再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便立刻给了凯尔一个拥抱 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他说 我之前问过邓布里多 他说你假期有其他的事情 不能来这里了 是这样没错 我们也是在回霍格沃祠的时候 正好路过伦敦 就想着过来看看 凯尔说 我们 维斯莱夫人这才注意到 凯尔身后还跟着一个姑娘 怎么说呢 有那魔一瞬间 他比看到凯尔还要兴奋 这位 我猜你一定就是康纳吧 凯尔经常提起你 是的 康纳转头看了一若无其事的凯尔 随即又再次看向维斯莱夫人 康纳普林斯 欢迎 亲爱的 维斯莱夫人上前和他拥抱了一下 我真高兴这里居然有新人来了 新人 康纳有些疑惑 说实话 他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 自己是到了哪 维斯莱家吗 应该不是 他记得维斯莱一家和凯尔 塞德里克 都是住在圣卡齐布尔村的 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疑惑 维斯莱夫人问道 亲爱的 凯尔之前没有告诉你这是哪里吗 康纳摇了摇头 维斯莱夫人立刻不满地瞪了凯尔一眼 但他刚想要解释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了两个兴奋的声音 康纳 你怎么来这里了 弗雷德和乔治一前一后地跑过来 差点把出来查看情况的罗恩撞个跟头 你们也认识 维斯莱夫人问道 妈妈 我们都认识六年了 弗雷德飞快地说道 而且不只是我们 爸爸 查理和比尔都认识 他说的是上次魁帝骑士戒备的时候 那时候康纳就是和他们一起的 只不过当时维斯莱夫人并没有去 所以没见过他 他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康纳 乔治说 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 不过 他和凯尔的关系显然要更好一些 说到这里 两人突然挤了几眼睛 并露出一副心照不宣的猥琐笑容 是真的很猥琐 连维斯莱夫人都看不下去 拧着两人的耳朵 就把他们推回了房间里 抱歉 亲爱的 请望纪刚才那两个不干净的东西 维斯莱夫人淡定地转过身 我们刚才说到哪了 哦 凤凰社 凤凰社 康纳眨了眨眼睛 没错 这是邓布利多成立的一个对抗食死图的组织 这里就是大本营 维斯莱夫人说 好了 快别在门口站住了 跟我来 我中午做了炖牛肉 只要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查理 你还去外面 中午吃饭的时候 比尔会去找你换班的 好的 妈妈 正要往里走的查理 只能信信地说 又走出了屋子 顺便关上了门 这边走 亲爱的 维斯莱夫人就把康纳和凯尔带去了厨房 这时 凯尔突然注意到 从楼梯的方向探出来几颗脑袋 从上到下分别是哈利 赫米 金妮 至于罗恩 他就在旁边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凯尔有些奇怪地问道 今天可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你们不用坐火车去学校吗 霍格沃茨特快一大早就出发了 按照正常情况 他们不应该还在这里才对啊 本来是用的 哈利解释道 但维斯莱先生说 邓布里多教授 特意安排了一次性的飞路网连接 我们只需要一秒钟就能回到学校 原来如此 那还挺方便的 凯尔说 是啊 哈利点了点头 不过凯尔 你怎么也来了 而且还是在这个时候 刚才不是说了吗 正好路过 凯尔说 不过他这番话 能骗过维斯莱夫人和哈利基人 但却骗不了弗雷德和乔治 趁着维斯莱夫人 把康纳带进餐厅的时候 两人同时出手 把凯尔拽进了另一间屋子里 老实交代 你到底要做什么 弗雷德和乔治 一左一右地把凯尔围在中间 别说什么顺路 这种拙劣的借口可骗不了我们 我也没这么想过呀 凯尔耸了耸肩 我来这里 是因为想去翻岛巷一趟 还记得我之前在信里跟你们说过什么吗 翻岛巷 弗雷德想了想 你是说 让我们看着德拉科马尔福的那件事 没错 凯尔说 怎么样 他假期的时候 有没有去过翻岛巷 维斯莱兄弟的店铺距离翻岛巷的入口 并不算远 哪怕是在店里 也能透过橱窗玻璃 看到入口处的情况 所以 之前在给维斯莱兄弟写信的时候 他就顺便提了一下这件事 我们也不清楚 乔治摇了摇头说 你知道的 魔法部现在事情很多 我们没时间一直在店里看着 不过 我们把这个任务 交给店里的家养小精灵了 弗雷德说 小精灵们对工作 总是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 交给他们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有道理 凯尔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那我卫士魔还要跟你们说这些呢 说完之后 凯尔就准备离开房间了 嘿 等等 弗雷德连忙挡在房门前面 解释道 我们本来想下午去问清楚 再给你写信的 没想到 你会突然回来啊 再怎么说我们 也算帮了点忙吧 你就告诉我们吧 到底有什么计划 两人齐齐地盯着凯尔 说什么也不放他离开房间 他们实在太好奇了 凯尔为什么突然就要盯着 那个德拉克马尔福 快点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要对马尔福家下手了 弗雷德问道 如果是的话 请一定要带上我们 这一天 我们想很久了 真的 乔治一脸稀奇地说 维斯莱和马尔福家的矛盾 在魔法界 几乎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维斯莱先生 和卢修斯马尔福还在立痕书店打过一架呢 当时这件事 在 《预言家日报》 上挂了好几天 还有几年前 因为站台被莫名封闭 罗恩不得不开着一辆会飞的汽车去学校 当时卢修斯就抓着这件事不放 到处游说 害得维斯莱先生差点丢掉工作 当然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两家的斗争持续到现在 一直就没有停过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能落井下石的机会 他们当然不想错过了 凯尔自然也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抱歉 你们想多了 凯尔说 这次只是因为德拉克马尔福一个人 莫关系 一个人也行 弗雷德说 你就跟我们说说吧 是啊 乔治连连点头 你马上就要回学校了 还要准备 嗯 E W T 考试 到时候肯定没多少时间去管学校外面的事情 说不定我们能帮到你呢 凯尔犹豫了一会儿 你们真想知道 嗯嗯 想 两人脑袋都快点出残影了 好吧 凯尔说 事实上 我发现 德拉克马尔福在制定一个 让使使徒进入霍格沃茨的计划 房间里顿时陷入了一片安静 一秒钟后 你不想说就算了 弗雷德撇了撇嘴 为师摩要编这摩一个故事骗我们呢 另外 就算编故事 你也稍微上点心好不好 乔治不屑地说 一个马尔福 能让使使徒进入霍格沃茨 这种话 就算说给罗恩听 他也不会信吧 两人再次看向凯尔 对他敷衍的态度 感到十分失望 但凯尔却表现得很淡定 一个马尔福做不到 那如果有我帮他呢 你帮他什么 乔治愣了一下 试探性地问道 该不会是帮他把死死徒运到霍格沃茨 是啊 凯尔说 有什么问题吗 弗雷德和乔治首先想的 就是凯尔被人用复方汤计调包了 但很快 两人就想到 门口有查理守着 他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另外 凯尔刚才的样子和语气 也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魔看的话 八成就是真的了 两人立刻就变得兴奋起来 激动地凑到凯尔旁边 把他按在一张凳子上 一个捏尖 一个垂腿 表现得要多殷勤 有多殷勤 快 仔细说说 我们早就看霍格沃茨不顺眼了 居然禁止我们的恶作剧产品 进入学校 这简直就是在摧残我们的梦想 彻头彻尾地否定了我们 我们和这项教归是不两立 两人那叫一个慷慨激昂啊 庞福 只要凯尔说话 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 带领十死图公路学校 推翻邓布里多 创建一个崭新的霍格沃茨一样 你们这魔勇敢 维斯莱夫人知道吗 凯尔语气平淡地问道 当然不知道 不然 妈妈会杀了我们的 弗雷德耸了耸肩 好了 快点 和我们说说你的计划 不是我的计划 是马尔福的 凯尔也莫在隐瞒 直接了当地说 他计划用消失柜 在霍格沃茨 创造出一条新的密道 消失柜 弗雷德摸了摸下吧 你说的 该不会 是那众能将两个不同地方 连接在一起的消失柜吧 除了这个 还有别的能东西 能人为创造出一条 通往校外的密道吗 不可能吧 乔治皱眉道 消失柜不是早就没有了吗 我之前看过一本关于炼金术的书 上面说自从六十年前 有人利用消失柜 潜入国际巫师联合会 并杀死了一个重要的证人之后 这东西就被全部销毁了 没错 弗雷德说 而且当时有能力 制作消失柜的炼金师 也都被迫签订了魔法契约 发誓以后不能制作 更不能把制作方法传出去了 就算是马尔夫家族 也没有能量弄到这种东西吧 确实是这样没错 凯尔说 不过巧的是 霍格沃茨里 就刚好有一个被遗漏掉的消失柜 马尔夫找到他了 弗雷德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不行 我得去告诉爸爸 毕业着急 这次轮到凯尔拦住他了 马尔夫没有找到 是我找到的 弗雷德和乔治这才停下了脚步 但还没等他那松口气呢 就听凯尔继续说道 不过 我已经把那东西送给马尔夫了